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 是这个礼拜我非常痛苦的 没有发明任何笑话 因为几个老笑话拿出来用 也效果不太好 我觉得我太刻意了 我就不应该这样 所以这礼拜没有发明任何笑话 虽然在日常生活听到很多笑话 但是都不是我发明的 所以我就不讲了 那我就来讲你们同学的笑话 同学收集的笑话 好 那这个笑话呢 它的第一个是叫等车 笑话还有标题 这都是非常认真的 还有收集在笑话大权里面 笑话通常有标题 大部分笑话都是无体这样 等车 今天早上上班赶公共汽车 到站台的时候汽车已经启动 于是边追边喊 师父等等我 师父等等我 然后这时一个乘客 从车窗探出来 冲我说了一句 悟空你就别追了吧 我今天还蛮好笑的坦白说 那有些人画面出来的话 大陆叫人叫公车司机 或者司机叫师父 我们在这边都叫司机先生 或司机这样 好 第二叫其有此理 医院的产房外面 一群男子正在等待就任新爸爸 一位护士从产房匆匆走出 对其中一位说 祝贺你 你太太生了 我们在台湾都讲祝福 就是在大陆大概讲祝贺 你太太生了 另外一位男士 把烟蒂直在地上跳起来喊道 其有之力 我比他先到的 为什么还没轮到我 医院不能抽烟他不知道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今天我们去吃饭 过马路的时候 麦当豪那马路 一群人就发现 第一次过麦当豪马路 看到那么多学生抽烟 于是有人就认为 这应该不是台大学生 我想台大学生不抽烟吗 你们这一代人 已经有人告诉你 肺癌是多严重的问题 你还要抽烟 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 没有人告诉我们 抽烟会得肺癌 我们那一代人没有啊 所以你觉得抽烟很酷啊 抽烟很什么 你们这一代人 孙岳叔叔不一天到晚 告诉你抽烟不好啊 他自己就是一个 亲身的活见症很倒霉的 你们还乐此不疲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年龄交换锁 你拿你的年龄去抵 反正你想死嘛 对不对 我拿着抵五年这样 那我们这种老人家就说 我要再换五年青春回来 不是有个电影吗 你能活多久就在你的手臂上吗 我觉得那电影非常酷这样 不过那时候大家就在抢时间 我每次看到人 这样子的虚执自己的生命 我都感到非常的不舍这样 我是不希望再年轻一遍了啦 我这样活已经活得很精彩了 我再年轻一遍还得了 我上星期六还在路上走 被大陆的学生认出来 你是孙中庆老师吗 我说是啊 我想欠钱的吗 还是怎么样 我没欠过钱啊 我是大陆来台湾交换的学生 我可以跟你要签名吗 我说可以啊 还可以合照 第二件五八折这样 第二件五八折我没讲了 他真的非常激动这样 我说你从哪来啦 从大陆来 那现在在哪呢 在高雄 在高雄的一个大学交换 来台湾一个玉立月 我说那你等一下去哪呢 去师大夜市 所以他非常激动看到 我说你怎么认得出我来呢 他本来也认不出你来 因为你原来的那个 他们叫视频 是光头的这样 现在头发比较多这样 我下次也许该逗走他 我就说你认错人了 我是他孪生兄弟 他真的没那么好 你不要听他讲 不知道这样有什么效果这样 有一次这个我带两个日本人来 参访台大 然后他们后来约了 另外一个单位人 要在副中前面见面 我才知道 副中英文叫Fu Bell这样 副中的英文 我就跟他们约好 在Fu Bell见面 我说什么叫Fu Bell这样 我觉得我每天听到 Fu这支都会觉得是Fool这样 我觉得那字比较像 结果后来那单位人来了 就介绍 这是什么教授 这是什么教授 我本来就想开他玩笑说 我是宫崎教授 请多多指教这样 后来不忍心 我觉得他们都好认真这样 我终于一天要闹你们这样 你们闹的话 你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觉得这是 这才有意思嘛 对不对 那我一天到晚被人家闹这样 好 没轮到他 第三个笑话叫扎针 牟甲到医院 你都是医院笑话 坐公车以后两个医院笑 到医院做健康检查 护士拿了针药提到抽血 牟甲看着闪闪发上针头 忍不住问会不会痛啊 我怕痛 护士说放心好了 我做二十几年的护士 护士 护士说太好了我放心了 然后护士一扎 就听到 牟甲像杀猪般的一声惨叫 护士才缓缓说到 没有一次不痛的 我在念国中的时候 有一次要抽血 来了学校的护士 实习的护士 然后我们也不敢问说 会不会痛啊 每个人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啊 然后他就把那针就扎进去了 然后说对不起针断在里面 你还问会不会痛 我连问都没问 针就断在里面 然后我们也没问说怎么办啊 他反正马上就把他给拿出来了 说对不起那我再打一次 我们二话都没说 懂吗 好样 心中找昏倒 像是不会再来一遍 not again 所以后来打针 再也都不会痛过 因为再也没有人出这样的纰漏 有人说你好倒霉碰到他 我说没有啊 应该很幸运啊 因为他扎了我以后 就不会再扎别人扎成这样嘛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呵呵呵 好如果那个护士有看到这视频 我原谅你 弄巧成拙 哎呦不是讲三个吗 你怎么有四个笑话 酒吧里乔治独自在喝着啤酒 他忽然觉得自己要去洗手间 他怕离开后有人偷他啤酒 便在桌上写了一个字条 我在杯中吐了口水 他回来后发现纸上又加了一句 说我也吐了口水 所以各位到这种地方去 千万不要上厕所 上厕所就把饮料带去 如果你从厕所出来的时候 带一杯黄黄的东西出来 人家以为你要做尿液检查 我每次看啤酒都有那种想法 有的还有泡泡你知道吗 那肾脏不好的人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朋友二声音太大 你要分析这个朋友 你这个笑话没有分析朋友 所以你这个作业基本上是不及格的 Anyway 诸葛亮是个精通奇门八宿的人 大家都知道 上礼拜不是有个诸葛亮三国人的笑话吗 其中一项特长就是口技 Oh not again 却说这一日 诸葛亮与刘备在葬中议事 诸葛亮突然想放屁 又怕被刘备听见不好意思 灵机一动到 好主公为了调节一下气氛 我学啄木鸟给你听怎样 刘备点点头 诸葛亮模仿啄木鸟叫了两声 啄木鸟怎么叫啊 为什么要选啄木鸟 我看到真的啄木鸟你知道吗 在Yosemite的时候 在加州那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就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觉得他 他头不会脑震荡吗 我看了我都累啊 啄木鸟真的跟卡通影片里面一样 啄啄啄啄很快的啊 好主母鸟就学了叫两声 趁机把屁给放了 这个笑话我听过 但不是诸葛亮跟刘备 然后说怎么样 主公我学的像不像 刘备说你再学一次嘛 你刚刚放屁声音太大了 我没听见 这个很奇怪啊 这个放屁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奇怪 为什么上帝会发明人要放屁呢 这里面一定有很高深的道理在里面 要不然他设计不良 这是个瑕疵品 要不然这就是他设计中最精美的一部分 just for fun 然后那个放屁英文叫什么 知道人 不知道放屁英文怎么讲 请举手 都知道 你们现在英文程度那么高 不知道对啊 FART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没错哈 FART 你知道这个单字我多久才学会吗 哇念到博士的时候才学会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讲说 对不起我放屁了 没有机会讲到 因为你就放了 懂吗 没有人说 Who's FARTING 没有人这样讲的 谁在放屁 没有 对不起你来了 我又把你吓到了 上一家听我的课 我讲话有时候很大声 就把他给吓到 他就这样抖了一下这样 好 有一个丑女始终嫁不出去 希望被拐卖 好吧 没有人希望这样 我告诉你 而且拐卖呢 好像是大陆的用词 一天终于梦想 成真被人绑架了 绑匪嫌她丑 将她送回原处 此女坚决不下车 绑匪 绑匪头咬牙跺脚的说 走啦 车不要了啦 就把车跟连人一起丢了 你看吗 这很难笑吧 好 第三 这个笑话显然是大陆人的 春运时候火车非常拥挤 我们在台湾不叫春运 大陆叫春运 春运是火车非常拥挤 某军乘停车的时候 将屁股伸出窗外大便 这个在台湾我没听过 有这种行为 如果大陆有的话 真的是需要改善 这是文明 不文明的行为 车下检察员发现大喊 雕血压了胖子 把头缩回去 Oh my god 好吧 这需要画面 非常需要画面 我想人在囧图都不会演成这样 好 我在马路边看到一分钱 刚要弯腰剪 原来是口痰 我就讲 那国骂 三个字 谁土这么圆 他的谈吐 这也需要画面 谈吐太圆了 像一块钱 我亲身发生过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来上课 坐公车 公车没多少人 那公车是这样一排一排的 不像现在 现在公车是什么样 也是一排一排 是对座的 没有它是一排一排 然后就经过一个位置 没什么多人 就看到那位置上有一张一千块钞票 我看了就非常的纠结 现在流行的话叫做 我就走过去了 就坐在那 然后看没人上车 我就再坐回那个位置 想说那到底一千块丢了 然后就非常纠结 要不告诉司机先生 那司机先生也没看 从往后进看我 然后我就不知道 这到底是个怎么一回事 然后就拿起那一千块钱 一看正面真的是一千块钱 反面是一张广告 然后我想 然后就把那一千块钱 又放在那位置上 然后我就离开了 然后就一路看 大家都坐在那边一下 然后就离开 坐在那边一下就离开了这样 我是第一个坐在那车上的人 我想那可能是公车司机太无聊了 想测验一下 那时候还没这个录影的 不然的话今天晚上我就上了 那天晚上我就上了全国新闻 对不对 好自己的三个笑话 都记四个笑话 每个人都记四个笑话 他们就访问了两个人 那样少了一个人 好 一次军事演习 演习不是演戏 演戏中 虽然我们军事也像演戏 一颗炮弹偏离很远 老师是炮兵的 炮兵的重点不是打到目标 各位知道吗 炮兵是那个炮以后 散出来那个震撼 所以炮兵没有叫正中目标 那是外行人讲的话 炮兵只要在那个范围之内 都算发挥效用 因为炮弹是散开的你知道吗 那还有的炮弹非常可怕的 那是后来我当完兵才知道 我们那时候这样 所以不是要打到目标 然后炮弹基本上是用夹插法 第一次打远了 第二次一定会打近 然后再打这样子这样这样这样 懂吗 所以你要朝着炮弹的方向跑 教你们这干嘛 你们用不到嘛 那万一有天你这用到 朝着炮弹方向跑知道吗 然后如果有炮坑马上跳下去 因为一个炮坑不会掉两颗炸弹 老师没别的教你 万一你需要这个你也保了命了 其他的可能要靠什么云南白药啊 或其他什么东西来救你 或者急诊室 好橘子演技炮弹偏离很远 派去查看的士兵发现炮弹落在农田里 田中站的一个农民 衣衫破碎满脸漆黑 含泪的说偷颗白菜 犯的潮用炮轰吗 同学有黑色幽默版本 我们炮兵人每一年要在西罗大桥 在佐水溪要做实弹演习 每一年都会不慎的打死农民 然后不止一个部队啊 我们这部队打完了 下这个就轮到另外部队下基地啊 所以每次打死就有人去要去赔钱 那时候因为不像现在 有什么意识全民意识的问题 那打死怎么办 你知道我们在那边练习打 这个发炮不能叫打炮 我想你们一定 所以我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老师 非常反对炮友这个名称吧 炮友就是我们那群当炮兵的朋友 跟你们意义是不一样的 你们炮友我就不你们那个 中间知道我们在那个炮阵地里面呢 那炮口啊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竹竿架子 然后你的炮口只能在那竹竿里面 动 因为那样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不会偏离太远 不会打死人 但是尽管是那样 子弹不长眼睛还是会打死人 还有那有人去捡蛋壳的 枪的蛋壳很小 炮弹的蛋壳很大 你捡不到 所以啊那都是很悲哀的故事 非常悲哀的故事 所以偷壳白菜犯得着用炮弓嘛 好 还记得那一年在树下军训吗 你这个笑话是怎么听来的 教练对同学说第一排爆树 你惊讶地看着教练 教练答案说 说了一遍爆树 于是你急不情愿转过树 转过身去爆住了树 我当兵当了两年 从来没有看过真实事情是这样的 没有人爆树是那样爆的 就算是我们的军队很差 也不可能是这样的 好 天气呼冷呼热 在这季节心情难以平静 总挂念着远方的你 我愿意养一只信鸽 让它每天飞到你那处 哪怕做的是简单的一个动作 就是在你头上拉一抛屎 这大概是十年人讲的 好 某晚一裸男叫了一辆出租车 他说裸男呢 女司机目标转眼睛看着他 裸男大怒活道 你 然后又是老师不能在电视讲的 那个脏话 你 没见过裸男吗 女司机大怒 你看你 从哪儿掏钱 这都有 加上那个字 这样 好 他说本身自己是分析了 自己社会科学领域专业学生 在大一时必修 必修过政治学 因此对幽默社会学 确实是首次听闻 自己认为社会学跟政治学 是密不可分的 那你可以去修政治 幽默政治学 幽默政治学 就说哈哈都是乌龙嘛 哈哈 这叫幽默政治学 懂吗 乌龙茶喝太多的结果 建议大家改喝普洱 好 政治密不可分 政治 政治什么 对策 和社会实践 息息相关 对呀 他们在设政策 我们在想对策 这是我们息息相关的地方 这也是我觉得政治学跟社会学 密不可分的原因之一 另外这门课的幽默两字 使我觉得社会本事人生活 天天要接触的一部分 哪有啊 今天为止上这堂课之前 你接触了幽默请举手 这礼拜你可能只有这堂课 接触幽默 其他老师都很不幽默 其中好啊其中好 那老师别闹了好幽默 那不是下礼拜是吗 幽默呢 好啊 这个是你写的 为什么要修这门课了 我以为你在分析了 对不起 应该把你念出来 好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人 笑话采集 第一个写个人贡献 哇 这叫贡献 好 A 有一次男友打电话 我妈替我接 一接起来男友说 Baby你在哪里啊 我好想你啊 恩骂 恩骂 恩骂是什么意思 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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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意思啊 这我第一次碰到 没有人跟我恩骂过 好 结果我妈就带你回答 我是你Baby的娘 我也想你 那你妈就没跟她恩骂了 就把她骂恩过去 对 好 B 有一次不小心打错字 以下 我 冒号 北边什么时候睡佼佼 其实要打Baby 她说等南边睡了 北边就睡了 我还以为我的笑话是最冷的 C 假说 欸同学 等一下 这要怎么样 同学 Hello 以回头说 以回头 假就说 你是不是那个叉叉叉的男朋友 以就说 前男友 假说 哦这样哦 呵呵 然后她自己打夸号 讲了四个我爸爸的时代的话 第一个字从妈字开头 最后一个字是英文字母的第二个字 嗯嗯嗯嗯 我真是颅内出 颅内出血脑汁倒流 才会想心血来潮跟人家打招呼 这三个笑话都跟感情有关 都是我在FB上看到的 交友要谨慎了 看这种FB笑话真的是 笑话C 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糗事 就是 认出人家的前男友 而我想我会对这类笑话 特别有感触是因为自己现在正在谈恋爱 哎第三个笑话不是正在谈恋爱 OK 提醒你第三个笑话是前男友啊 所以这种情侶之间发生的糗事 特别感兴趣也特别觉得好笑 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想一半以上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期待 和情人之间可以冒出这类 是类似的趣事 或者看到恋人也发生一样好玩的事 会觉得格外有趣 第三个笑话千万不要发生 千万不要发生 那很不有趣的 你有趣我就倒霉了 而前面两则情感趋势 在粉丝专业里面看到了 专业的业不是professional的专业 OK 你把它写成professional 专专业 其实包含我朋友的例子 他们都是以图文搭配的方式 简易漫画来表达 使人看得不禁会心一笑 而这也是刚开始谈恋爱的年轻人 喜欢的趋势 所以这些文章吸引到底都是 较为年轻的年轻层 我想我就和我的状况一样 陷入热恋才有叫声的感受 好吧 亲友A 有一天鲑鱼耍一下性感 他就变成了乡间鲑鱼 这个还不错 好可怕 为什么母刺猬很会生小刺猬 因为它背上很多刺 背上很多刺 背上很多刺 懂吗 这同音异智懂吗 不是背上很多刺 是背人家上很多刺 听不懂请举手 你们衣服好像也听不懂 听不懂 不好笑是不是 你们知道哪位女性最矜持吗 不管多么窮困潦倒 都不会出卖自己的身体 三卓布拉克 他布拉克的 是不是有那个吗 哪个明星都不会来上课吗 布莱德比特 因为他是不来的嘛 对不对 你应该知道这个中文翻译才有这个问题 英文大概没有这个问题 三卓布拉克 好他说他访问的对象是一个 常常筹办活动的学长 因为办活动关系 常常需要炒热气氛 说笑话就是他带动气氛方式之一 他多半会说冷笑话 让活动参与者虚 然后再补上几个等级 比较高的冷笑话 让大家笑一笑 等级比较高 比较容易笑 好吧 大家也喜欢问答式的 脑筋器转型的笑话 因为这样可以增进台上台下的互动 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他想要的效果 都以篇幅教为短小为主 主要让大家都可以听得懂记得住 有着以上几点的笑话 便成为学长的收藏 这就是我学长所提供的笑话 做出分析 分析得不错 请有逼 有一天小明在路上捡到一个神灯 神灯说可以给他一个愿望 单身多年的小明就说 拜托最少让我死前交一个女友吧 结果小明就得到了永生 喝喝喝喝 谢谢你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懂呢 我听懂了我只听到难过你知道吗 得到永生 所以显然很多人不喜欢有永生这样 好 B 一位中年人问年轻人 你有看过金庸小说吗 年轻人说没有只看过电视剧 中年人说那你知道金庸写的十四部小说的 书名的第一个字吗 串起来会成为一首歌 一首诗 飞雪连天涉白鹿 孝书神侠已必冤 是吧 年轻人说哦不知道 但我看罗丁的小说 他写的七本小说的书名 第一个字串起来是哈哈哈哈 这我有听过 再听也是蛮好笑的 好 金庸小说可以串成这样 好 大家都知道浩克生前是一个医生 那你们知道他死后变成什么吗 绿湿 绿色的尸体 浩克最神奇的地方是他裤子永远不会破 不知道为什么 衣服每次都破 裤子永远不会破 所以他裤子材质是显然是不错的 好 而且他家常好多人对不对 因为绿巨人浩克 第三个笑话是他表哥提供的 就是浩克是个医生 我表哥对小说电影漫画动画的作品很感兴趣 所以他喜欢的笑话类型多巴 跟这些作品有关 表哥文化水平蛮高的 亲友C 一队同志军到了巴黎 因为找不到花钱的地方便到了成人夜总部去跳 夜总会去看脱衣舞表演 好 最初是一个平凡的表演 带一位身材惹火性感十足女郎上场之后 霍人的微笑 迷人身段 随着宽衣解态 沉在众人面前 B 可怜 B 女生说 第二个笑话 如果我们结婚你会戒烟吗 男的说会的 还有戒酒吗 是的 晚上也不去俱乐部吗 是的 那还有什么要放弃的吗 结婚的念头 结婚的念头 好 第C 如果我跟你妈一起掉到水里 这女的说你会先救哪一个 听过这个就请举手 好 各位男同学你一定要学好 因为从今以后很多人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到我这年纪都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好 如果你妈一起掉到水里会先救哪一个 男的说我妈从小在河边长大很会游泳 她会救你的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跳下来救我 女朋友生气的说我要是跳下去你就完了 男友说我不会游泳 我妈肯定会先救我 这个笑话这样讲我没听过 这三个笑话是妈妈提供给我的 我想说对笑话中心 笑话中提到小孩状况 婚姻生活的都会比较有感觉 因为她现在生活中心就是以家庭孩子为中心 所以对相关事件都比较有反应 所以你妈就是会下去救你的那个 对不对 你妈的游泳应该练得不错 那跟这个汉朝差不多的时代在西方是罗马 罗马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西塞罗 因为是西方人所以叫西塞罗 如果他是东方人呢你就知道 如果他是奥克呢叫奥塞罗 对不起 这是一个笑话 很冷的笑话 好不容易把这塞罗给弄在一起 你知道吗 那西塞罗呢 这是罗马人 他有一个长的名字 叫Marcus Tullius Cicero 好那这个他写了一本书 这文章 叫做献给弟弟昆图斯对话三卷论演说家 好长的名字 那中国大陆竟然出了中文本 以前我们念这种西方古代经典 都像是画饼充饥 从来看不到中文本 在台湾 在以前我们台湾早期只能看到民国初年的译本 民国初年的没翻译 我们在台湾大概就不会有翻译 那后来中国大陆呢 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 那中国大陆人才真多了 这是完全没话讲 所以他们呢就有这种懂希腊文的 懂拉丁文的 懂什么的 他们就可以回到那种最早的情况去翻译 台湾这种专家非常的少 懂希腊文的 我以前跟人家吃过去吃饭 座中有两个人懂希腊文 现在有一个死掉了 一个中风不能讲话 那两个人 我认识两个希腊文就这样玩 这很可惜 中国大陆呢就有把用希腊文的立场 来翻译希腊的文学 柏拉图全集 他们有这样的人还有 台湾你找不到多少人学希腊文 有一次碰到一个学生 他说他去学希腊文 我说你在哪学 在府人大学 我说你有多少人学 三个还几个 我想全台湾大概就那几个人 所以台湾人真的很少 大家兴趣都集中在某一地方 真的蛮可惜的 所以有些事情啊 真的是中华文化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你不要看现在的政治的情况 你到我这年纪的时候啊 你就不知道政治会变成什么样 我在你们这年纪的时候 是要反攻大陆啊 台海必有一战人的时代 他们要学习台湾 我们要反攻大陆 你看这东西多么多么 多么紧张的那样 我1980年出国 第一次看到共产党啊 他觉得 不是跟我差不多吗 我到美国去连日本人 我都不知道他跟我的差别在哪儿 香港人我看 我也不知道他跟我的差别在哪儿 我们不讲话看不出差别 跟美国人一眼就看出差别 然后美国人跟欧洲人 我看不出差别 我的欧洲同学全部可以看出 谁是南欧人 谁是北欧人 我完全看不出来 然后他们完全看不出来 你们东方人 谁是日本人 谁是那个 我说装扮看不出来 你只要讲一句话 看他用的字典你就知道 日本人用的产品都非常好 要花那个自动铅笔 都是那种最高档的自动铅笔 看都没看过自动铅笔 我以前在图书馆打工 一天到晚 剪了日本人丢掉了自动铅笔 我剪了好多自动铅笔 是当时在台湾看不到的自动铅笔 那大陆来的同学 哇 用那个铅笔 图书馆 铅笔很多都自己 就随便你拿 那铅笔用到这样子的 他还用那个纸啊 弄出一个底杆 还在用 那么短的铅笔 这美国人早就丢掉不用了 还在用第一代出来的留学生 那不是官方的留学生 真的是刻苦勤学这样 我还跟一群北大教授打过工 他们刚出来为了赚钱 住在仓库里面 然后我们的旁边就是一个 鸡肉的批发的那个工厂 他们每天跟人家拉好关系 非常非常非常便宜的鸡就给他 他每天蹲鸡汤喝 觉得比在大陆过得好 可是住在仓库里面 1982年的时候 暑假 所以那有的大陆人到别人到那边去 没钱租房的 租在哪呢 他就白天在外面打工 晚上住在你的餐厅里 因为房间都有人住 客厅也有人住 他就坐在 那个厨房通常有一个小桌子 有一张椅子 他就坐在那椅子上睡觉 这是第一代的移民 其他的那种意大利移民 我们看不到了 因为以前也有类似的故事 那第一代非常苦 那这些人苦出来 现在都不得了 在1980 所以什么苦日都会过去的 同学 什么苦日都会过去的 这真的是我看过最富裕的时代 我不知道还会再 怎么富裕的方法这样 我看那个大亨小传 真的是富里堂皇到不行 人心灵空虚到不行 一个男的真情到不行 真的是很难过 好嘞 每次大亨小传拍电影 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你电影技术的关系 上一版的时候就已经拍得很美了 你知道吗 找当时最厉害的影星来演 那时候我们那时代 劳伯瑞福那已经是不得了 我太想觉得老了都还非常帅 包括史恩康拉来 就有人说 孙老师你长得像史恩康拉来 是是是同学最高分 最高分 这么会说话 不得高分行嘛 对吧 我就知道你是用讽刺的方法嘛 对不对 这是完全符合东方做的 好九十二页这个 那他讲的这个呢 都是在讲笑话跟这个 很早的对于笑话理论的分析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在东西文献里面 中国人对于这种分析不太有兴趣 所以中国的文字故事很多 那种抽象的讨论相对比较少 好 那他这个就是 你看他先刚开始说 开玩笑跟妙语恒生是一致的 九十二页 常常都很有效 哪怕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记忆来传授 但开玩笑跟妙语如珠肯定是一种天赋 这个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相信这是一个天赋 你有就有 你没有就没有 学不来的 我不相信这个 不然我教妙语氏学干什么 我只是教你认识我 没教他讲笑话 真的我开学的时候我也是想跟你讲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靠不断的学习 你可以达到一个境界 那些演艺人员你绝对就坐在那儿 然后他一上台 他就有所有的那个笑话出来吗 没有啊 你知道奥斯卡那个颁奖的时候 那些主讲人 每句都是笑话 那都他自己想出来的吗 不是啊 那有一个团队啊 在那边想那个梗啊 台湾后来有那个叫什么 全民大闷锅 后来什么全民最大党 反正他不管改什么名字 他们我看过一个节目 就讲他们那个 他们大概有八个人在想那些笑话 包括他们演员自己 每天好像四点钟怎么样 他们现场节目嘛 四点钟看晚报啊 然后看今天有什么新闻 因为他们跟得要跟得很紧嘛 然后要怎么样进入角色啊 他们就有八个人弄那个 那真的很大的一个团队 不可能一个笑话 就靠一个人一直想 你看我一个礼拜想 两个都不太好笑 各位知道吗 真的耶 真的 这很辛苦的事情耶 我虽然不是专业在想 我真的不是专业在想 我是比较有点随性的 真的很难 所以但是呢 这不是没有公式的 但你靠的公式 有时候并不好笑 所以他认为是个天赋 无需记忆 这我不赞成 凯撒在我看来 你在这方面的才能 远远超过别人 所以你可以更好地为我作证 根本不存在所谓逗乐趣的这个记忆 所谓的胃应该是打错的 或者说要有这门记忆 那么最有能力交给我们的就是你 你不觉得前后矛盾吗 如果你认为是不能交的 那凯撒是最聪明的 他怎么交给我们其他人呢 不是不能交吗 凯撒天生睿智啊 凯撒后来还有饭店呢 你看这还得了 对不对 这也是笑话 你们都没有一个人笑吗 九三页 好所以凯撒就说了 在我看来 富有幽默感的人 比擅长批评的人 更能机智的讨论 世界上任何事情 我个人这点我是相信的 我认为你这样子绷着脸 像那个名嘴一样 气急败坏的 这样每天在电视上这样 批评什么什么不对 不如全门大门锅那种方式 那有人说 那种方式很软性啊 人家也不会改 你认为名嘴讲完就有 这社会就第二天就不一样了吗 我是喜欢这种 我个性上我比较喜欢 机制讨论问题 我不希望那么尖锐的那种方式 看了西大人说 写的名为 《校花大全》之类的书 可见这种书是不少的 现在已经都失传了 因为大部分的学者 认为这东西不重要 留下历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 这种东西是人残诈 我非常希望能够 从中学到某些东西 而且我确实从中看到西大人生活中那些 可笑的事情 跟辛辣的语言 我们上次看那个希腊笑话 大概你会觉得很辛辣吗 我个人觉得不算了 那可能连一条辣椒的辣度都没有 每次看那个店里面有三条辣椒 他说很辣吗 我觉得这种对话都是好无聊的对话 你们这辣椒会很辣吗 不会啊 不会那你花辣椒干什么 有人觉得不会啊 那你花辣椒干什么 完全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嘛 这三个辣很辣耶 有一个店贴出来说 我们有全台湾最辣的辣椒 那是多辣 你不觉得这都是没有意义的话吗 那有时候去吃说你们这很辣吗 不会啦先生我们这个辣椒不辣 我不知道辣椒这种事情 我就觉得一头雾水你知道 那只有很少数的店 说你要加辣椒吗 你确定吗 那店员跟你讲我们这辣椒很辣哦 我不知道你们碰到 吃饭碰到辣椒这件事情 到现在为止很大的困惑 尤其吃韩国菜对不对 我们这都有辣哦 但是不会太辣哦 另外一个很困扰的问题是你剪头发 先生你要剪什么这样的头发 剪短一点 多短啊 你就剪短一点啊 要不要比一下到这里 所以我看现在头发大概都比到这里 所以这边全部剃完 然后上面都留着 对不对 我觉得那理髮师大概剃到一半就忘掉 接电话 我接电话 好啊 这还没理呢 这流行啊 所以现在大家都理这种头发 对不对 这边那样剃得光光的这样 这边都没理到 那那个不洗头很难看啊 油的狠的啊 比如说人家说你那么爱搞怪 你除了留胡子 你干脆留长头发好了 我就非常认真的研究留长头发这件事情 结果就问女同学 我太太说你留长的应该很好看 结果一个女同学非常真心的跟我建议说 老师 你知道留长头发的困扰吗 就是你常常要洗 还常常要输 所以你可能上课的时候你就得这样 各位同学 还减分这样 各位同学今天要讲 不小心剪坏了 他说老师 如果你是很sloppy的人 建议你不要留长头发 他说不然的话 长头发不洗不疏的话 会非常难看 我说可是智琳姐姐都很好看 你不知道智琳姐姐怎么维护那个吗 很辛苦的啊 有长头发很辛苦 你买假发快一点 后来又有人建议我 你干脆买假发 你先回去戴两天 你习惯了再留真的这样 所以我认真的思考过留长发的问题 好 好嘞 那就讲到这个笑话大全之类 非常希望学到东西 而且确实从中看到希腊人生活中 那些可笑声跟辛辣的语言 我一直希望靠着辣椒讲出一堆笑话来这样 然后最好还有表情 辣椒最好用表情来表示到底多辣嘛 对不对 各位都知道吃哇沙比那个角色 那个那个嘛 因为吃哇沙比到最后 你一定会闭着眼睛嘛 那时候就最好拍照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希望下次跟我朋友去吃的时候 我看他闭眼睛那一剎 就把他照起来 然后还学那个表情 不然自己闭着眼睛 怎么知道那表情是什么呢 好 所以呢西西里岛人 罗德岛人拜占庭人 尤其雅典人 在这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 他们都试图愚蠢的将开玩笑 当作一种理论 或一门技艺来传授 很多人认为这很愚蠢啊 然后呢他们的愚蠢 才是一件可笑的事 因此我认为这种能力 又不能透过教育来传授 那就别教嘛 到底能教还是不能教呢 那他又说机制分成两种 机制分成两种呢 一种是贯穿演讲始终 另外一种尽管很尖锐 却是断断续续的 古人把前者叫做irony 叫做反凤 后者叫做戏弄 relory 你念文学就有一堆这种名词要去背 我就没办法 另外呢演讲开玩笑有他的禁忌 有他的禁忌 就是不能伤害对手 这非常重要 可是有些人呢就伤害对手 或伤害哪些人 你就变成尖酸刻薄 你可以拿公众的对象来讲 譬如总统啊 譬如有钱人啊 像希腊呢 譬如知识分子啊 讲一类人 不要讲一个人 你讲一个人 有时候对他支持者就不太好 像我这堂课有讲到那个 可能叫删掉这样 免得会被人家认为我怎么样 讲笑话的人都有这个禁忌啊 第二个 九十四页 凯撒的两个结论 他说呢 他跟安东尼乌斯讨论 我相信保证两点 第一个 诙谐在演讲中有巨大跟平凡的用途 第二要从记忆中学习 诙谐是不可能的 第二点我是反对的 那诙谐很重要这一点 你看在美国人的演讲里面 大概都会加入诙谐的要素 包括在学术演讲里面 受欢迎的老师大概开始演讲前 都会先讲笑话 最后也要以笑话结尾 美国总统也差不多是这样 不过因为美国总统最近很不爽 所以最近大概不太会讲笑话 那以前那个美国脱口秀节目 康开始那开场白都是有些笑话 我在的时候呢 刚好Johnny Carson 还是最全盛时期 每天晚上就等着看他的 今天怎么讽刺时事这样 然后就有一个人跟他搭这样 都每个笑话都讲得好好好 那时候雷根当总统 笑话又特别多 然后雷根也很喜欢讲这样 所以就在美国学到很多这个 那美国一直有那个喜剧的那种传统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在看这样 有的笑话真的好好笑 就这人 这脑筋怎么那么聪明这样 真的是 我真是 我就是书念太好 才在台大呆子 我要书念没念那么好 我今天可能就肺黄疼的好 真的像我这么聪明的人 可惜啦 好了 接下来 这个朱利乌斯就提出来 笑有五种特性 哪五种呢 第一个他说 你要考虑到笑的话 要有五个地方你要考虑 第一个他的性质 他的来源 还有演说家在讲话中 不要不自觉的笑 我就没符合第三个条件 懂吗 我常不自觉的就笑这样的起来 听起来就想要剽窃某一个人的书名 我就不小心笑得出来什么之类的 第四呢笑的限度 第五呢可笑事情的限度 那他讲笑的性质 第一个笑的性质呢 跟笑的产生方式 笑的触所 笑为什么突如其来的爆发 以至于无法克制 还有笑如何在同一个时刻 占据肺部声音脉搏眼神 我把这些内容都留给德摩克利特 德摩克利特就是那个演说家 他小时候听说口级嘛 那为了训练他的口级 他就到哪个海边去了 还是河边去 然后就把那鹅卵丝放在嘴巴里 然后 这样训练自己的舌头 这样 我相信他一定不小心 你跟他打招呼 然后就吞下去了这样 这是我每次想到 德摩克利图词 我都会想到的一个笑话 所以他会有很多结识 所以各位 你要看到人家在练演讲的时候 千万不要打断别人 好 他说这些内容跟当前的谈话无关 哪怕有关 我也仍旧不怕南卫星承认自己无知 说自己甚至看不懂那些有关笑的专门解释 那很多人认为笑一旦变成专门解释 就非常的乏味 这样 第二个是笑的来源的问题 笑的来源呢 他说笑的主要目标在第二行 换到这一页来 95页 如果笑唯一的目标 就要以清晰的方式表达出 或者指出那些不恰当的事情 那也没特别说明笑是什么来源 虽然他定了这个方向 那人为什么会笑 他也没有说 所以有时候讲的标题 并没有真正讲到我们想知道的东西 第三呢是演说家跟笑 演说家可以笑 因为很多理由 譬如说笑 天然的为笑者博得善意 你笑的话人家比较容易 你假如说每一演讲的时候 你怒目睫 瞠目睫 看着所有听众 听众会吓坏 你干嘛我欠你钱吗 你干嘛这样子很不愉快的看着我 要不然就很悲伤 你带着笑脸 好歹人家觉得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每个人都崇拜敏感 而敏感常集中在一个词上 一般呢 表示拒绝的时候说出来 尽管有时候也在发起攻击的时候说出来 他动摇阻止血弱警告 挫败对手 他显出演讲本人的完美 优雅跟品味 最妙的是通过笑声或开玩笑 可以摆脱沉闷而达到稳重 也能经常用开玩笑来排除那些 不易通过推理来削弱的讨厌的建议 那讲的还是蛮抽象的 蛮抽象的 第四是笑的限度 演说家需要把握可笑事情的范围 我们把自己提出来这个 这个第四 第四个论题 这个第四的四错了 第四个论题需要对仔细加以考虑 极端邪恶的事情 像犯罪啊 极端悲惨的事情 都不宜用嘲笑的方式来攻击 除非你讲的是黑色幽默 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太恰当 因为用一种更加正式的方法批评恶人 更能使公众仇恨恶人 用嘲笑的方法不太能够让人家憎恨他 嘲笑不信者 就我刚刚讲过 你不能够拿这个弱势团体来嘲笑 会引起公众反感 然后呢除非公众本身十分傲慢 我们必须格外注意民意的敬意 这样一来在讲话中 就不会不假思所说出那些 深受民众爱戴人的坏话 你不喜欢美国总统 你要讲美国总统的坏话 除非你在反对他的团体里面就比较容易 你在支持他的团体里面讲 你会被虚下台 所以这有时候是场合也蛮重要的 另外呢他说练习诙谓的时候呢 要首先加以约束的地方就是笑的限度 所以最疑嘲笑的事情是那些 不会引起强烈反感 也不会引起最深刻同情的事情 所以是在有点中庸之道 这就是所有的笑料都可以在人的 有缺陷的行为寻找的原因 我上次说过简单来讲 笑话的内容跟对象 常常跟佛教所讲的三读是有关系的 贪 称 吃 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看过这个 希腊人讲的那个笑话集 接下来的下一堂课会讲到中国最早的笑话集 我们现在收集到的好像多少则 21则还多少则 每一则都会讲 那好像收集到笑话没那么好笑 但是有些也跟贪嗔吃有点关系这样的 好 所以不是全然不幸的人 更不是那些犯了大罪需要马上接受惩罚的人 灵活的处理这些行为的缺点就会产生笑量 丑陋跟身体的缺陷也是相当好笑的笑量 但在这个地方也和别处一样有一个合理的程度 开这种玩笑 丑陋跟身体缺陷相当好笑 在别处一样有合理程度 开这种玩笑不仅要有一个规则 不能说不得体的话 而且哪怕演说家可以说某些能够产生很大喜剧效果的事情 必须两个危险要避免 一定不能让演说家诙谐变成插壳打魂 或者仅仅是东施笑评 这个都是很抽象的说 那老师上课也有失败的地方 将来你们有机会再回去看录影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失败的地方 大概跟这个可能有点关系 要不然就跟你们的成熟度有关 可能你们还不够成熟到了解那个笑话 这你们将来会知道 他第三个部分是讲演说家跟笑 演说家可以笑 有人讲笑话不笑 叫冷面笑匠 但有些人还没讲到笑话自己先笑起来 那也有不同的效果 还有人根本就一直笑一直笑 讲不出笑话来 那有时候就有点尴尬 我就听到过 我就见过也见过呢 他自己说有个笑话真的好好笑 然后自己就笑笑笑笑笑笑笑 然后下面就说 到底要不要讲 他说我不太会讲耶这样 真的很好笑耶这样 那造成奇怪的效果 而我们的第三个论点 演说家可以笑 有很多种理由 因为比如说 笑天然的为笑者博得善意 你讲笑话大家都喜欢 不会有那个敌意 每个人都崇拜敏锐 而敏锐集中一个词上 一般是表示拒绝说出来 尽管有时候也在发起攻击的时候说出来 他动摇阻止削弱警告 挫败对手 他显示出演讲者本人的完美优雅跟品味 但最妙的是通过笑声或开玩笑 可以摆脱沉闷而达到稳重 也经常能用开玩笑来排出 那些不容易通过推理来削弱的讨厌的建议 所以开玩笑有这个功能 尤其演讲者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笑是一个很不庄重的 他这里说竟然是可以摆脱成本达到稳重 很多人大概不会同意 我活到现在 我碰到很多人是那种严肃到不行的 你只要一讲笑话 他就开始绷着脸这样 他不知道为什么需要笑话 他觉得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怎么样 然后你讲笑话 他觉得你一定伤到某些人 有些人是这样 那在笑有限度的就是他的第四点 演出家需要把握可笑事情的范围 我们给自己的这种第四个论题 这四上说过错了 需要最仔细加以考虑 极端邪恶的事情 比如犯罪跟极端悲惨的事情 都不是以用嘲笑的方式来攻击 因为一种更加正式的方法批评恶人 更能使公众仇恨恶人 用嘲笑的方法不能 但是现在你看很多抗议的场合 那个常常抗议的对象 说被人家丢鞋子 最近大家很流行丢鞋子 我想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大家学外国人 我们以前是丢鸡蛋丢番茄 大家现在比较贵的 鞋子比较便宜 我猜是这样 所以那天还有看有一个团体 还募集了多少双鞋子 到时候可以丢 我不知道那个鞋商有没有赞助 你丢一双我们就给你另外一双 第二件六五八折这样 所以是丢鞋子 但是也有人用嘲讽的方式 譬如说你在他照片上 画个希特勒的胡子 这绝对都不是赞美 这都显示他独裁啊什么之类的 或者演出行动剧 所以嘲讽还是有人用的 虽然他在这里觉得不会 但还是有人用的 还是有的 好那这个是校的限度 所以极端悲惨 极端邪恶的事情 所以各位要知道 各位通常在求我们老师的时候 最常见的就是 在枝叶里面 很多学生会模仿老师 第二个就是 在毕业解释业里面 会模仿老师 有一年我非常铁子认为 你怎么可能模仿我呢 就他们真的找到一个人 那一年我的造型 是穿了吊带裤 他们就找了一个人 找吊带裤 然后呢 化妆了一下脸这样 然后就化妆了胡子这样 然后 真的模仿了我讲话 我自己笑的眼泪都笑出来了这样 后来还跟他造了一张像 蛮有意思 既然我都能被模仿 这朋友很有前途 后来去念政治学 去模仿别人去 好 96页 所以笑话呢 灰蝎有两种类型 一个跟事实有关 一个跟词语有关 一个是说讲话 一个是做事这样 那这个 我们就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96页这里 那他也要讲到 演说家跟小丑有什么差别 那开玩笑的场合 实际使用 灰蝎时的 控制跟约束 警惧的庙宇的使用 这些都能区分 演说家跟小丑 所以 不小心的话 小丑通常都有化妆 都有化妆 从外表上 他让你知道他是个小丑 演说家通常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 还有呢 小丑在什么地方很重要 除了在表演的场合 在儿童医院里面 小丑非常重要 除了马戏团之外 那个我听说 洛杉矶的儿童医院 非常有名的儿童医院 就雇有职业小丑 在医院里面走动 让这些怕打针的小朋友 生病苦闷的小朋友 能够舒缓一下他的心情 那时候台大儿童医院 成立的时候 我在广播上有听说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就有人说这个有小丑 台大医院会不会设小丑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台大医院儿童医院 有没有设小丑 如果那是一个工作 各位可以考虑去做那个工作 在医院里面工作 设小丑 不过最近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说医院里面医生得癌症的比例 高过一般人多少倍 十几倍好像是 台大医院好像五百个医生里面 就有很高比例的人 比一般老百姓的比例还要高 得到癌症 这好像也是一个蛮令人难过的事情 好所以他说笑的基本性质 他最后这边有一个总结 让我们首先做一个区分 诙谐讲话有时要点要放在事实上 有时要放在词语上 既管笑声是由这两种 诙谐的结合引发的时候 听众们会感到特别有兴趣 但是你们要记住 作为可笑事物的来源 不论涉及什么主题 同样也是可以是严肃思想的来源 这是一条规则 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 涉及名称很好的事物要严肃 而哪里违不知道事情开玩笑 也可以不拘礼节 也就是说可以使用粗鲁的语言 但是这个分寸你一定要掌握到 你掌握不到的话 那大概会让人家觉得 你这个人是很不适相的 或者很不恰当 譬如说你跟达赖喇嘛开玩笑 开跟婚姻有关的玩笑 或性有关的玩笑 你要小心 跟教宗开玩笑也是一样 但是有些不信教的人 确实就拿他们开玩笑 教宗有好多好多笑话 就是不信教的人发明的 那达赖喇嘛我比较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在他们在讲 不要忘了这是罗马时期 教会才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还没特别提到这个 那可笑跟机制 通常他这边讲到 97也讲到说 低级演员的幽默 跟演说家的幽默 是不一样的 他这边有第二行说 他的可笑处在他的脸 他的怪像 这就是低级喜剧演员 他的模仿他的腔调 实际上他整个相貌都是可笑的 我们可以称他为幽默 但这只是一种低级演员的幽默 不是演说家的幽默 是演说家的夹子也打错了 好那笑话他分成几种 这是最早对于笑话的分类 第一种就是有笑声却没有机制 显身不出来讲笑话人的故事教训 或道德上教训 第二种他叫做喜剧式的 喜剧式的现在当然很难说 什么叫喜剧式 因为你必须先界定什么是喜剧 第三个大家比较知道 就是做怪像有损尊严 所以像小朋友啦 你要跟小朋友讲笑话 做鬼脸啦 或者摔倒啦 小朋友都很容易从动作得到笑 第四讲下流话 那看你根据谁 你要是跟老师 或者跟什么社会上值得尊敬人 你讲下流话再当成笑话 这是不恰当 98摩隆两可的双冠语 这最常见 刚刚有讲说 为什么他背上很多次 对不对 这是摩隆两可因为双冠语 那很多都是讲背上的 鲑鱼是什么 相间鲑鱼 对不对 这都是利用这种双冠语造成的笑话 那另外一个大概是因为 英文的关系叫做 改变字母的拼法 叫anagram 你看到达文西密码之后 大家就更加深切到 有些字看起来没有意义 你把那字顺序变一变 就出现新的意义来 我在哪一部分的讲义 有提到这个 中文大概能玩的游戏 一个叫做回文诗 你从哪一段开始念都可以 七个字七个字 另外一个就是 从左边念过来 跟从右边念过来 是一模一样的话这样 那个我在讲义里面有 我只记得其中一个 这是小朋友告诉我 他说你知道有一句话 怎么念都是 从上面往下跟下面往上是一样 我什么是哪一句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我也是讲完了 我快跟一个大人讲 那个大人还不相信我讲 他就把那字就写下来 写下来发现是一模一样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可是只有一句 我在讲义的哪一个部分 有一个对联 有一个对联 好 所以像这个都是文字游戏 那真的需要花很聪明的 很多时间很聪明的拼出来 这样的字眼 英式命名 另外一个 一种办法 根据一个人做的事情 给他起名字 那有时候也蛮好笑的 那因为是那个人的关系 那字面含义的模糊不清 那英式命名 这个我以前碰到一个插画家 插画家他把自己的笔名 取名叫 大小的小 小杯 小杯 你在点饮料小杯 然后他姓林 他叫林小杯 我说那你爸爸是不是叫 林老杯 林老杯 结果 好了很多人在不会讲台语干嘛 就不知道这个梗在哪里 我就好好笑啊 我自己心中已经笑到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知道吗 我是为了面子 我没倒在地上打滚而已 英式命名 常常有一些这种很奇特很奇特的 一个梗在那里 字面含义模糊不清 这是一种 不过他这个呢 都跟我们现在所要求的 分类方法不一样 我们现在你学任何科学的分类 都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要互斥 第二个要穷尽 他这个有时候没有互斥 属于这类的 也可以在另一类出现 这样 另外叫奉誉 奉誉 他这个英文叫 allegory 你只要找一本文学术语 什么allegory irony 这儿那儿很多名词 那个区分的很细这样 那他说依赖事实的笑话 有几种 一种对比跟类比 他这里有说明 另外一种叫不识或夸大 笑话不能够当真的看 不能当真的听 笑话里面常常谁会讲话 对不对 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是微小细节 第四呢 说的跟想的不一样 还有用光荣的称号 来称呼可耻的事情 特别是政治场域最喜欢这样 那有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这些玩笑这样 像明明打败仗了 一定要说转禁这样 在我们当兵的时候说 啊我们现在部队要转禁 你不能说 我们部队打败了 我们赶快溜吧 脚底抹油溜吧 不能 那中国共产党在那个 被国民党搅得要死的时候 要逃难 他就不能说逃难 他就叫25000里长征 所以后来定义就叫25000里长征这样 像这个都是历史上 历史上的这个 大家只能讲好事 不能讲坏事 坏事要把它讲得很好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终于要碰到第一 据目前所知第一套 中国的笑话集 但是因为笑话显然不被重视 所以这个笑话集 并没有留存下来 是后来的人根据不同的书上 所记载的片片段段 把它拼凑出来的 那这个人就是邯丹纯的笑铃 韩丹纯是不是真的人 都是个问题 可能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网络 暱称 那说笑铃这本书已经失传了 那后来有这个 我从这杨家洛这个 中国笑话书里面把它弄出来 那一百页这里有在说明这本书 那我们就看正文就好了 大部分都是正文有二十六则 很多目录都写二十五则 那我就是用手掰了一下一算 不是二十六则吗 怎么二十五则 你怎么想的呢 奇怪 还有补仪三则 所以不到三十则 我们上次那个希腊笑话 我还经过筛选 希腊笑话比较多 中国笑话比较少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希腊人也没那么多啊 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然后就把二十三则 把这个二十七 二十九则全部都写下来 你看 第一则 这个故事 有的并不好笑 吴仁就是在江浙那边的人 到京师去 人家就请他吃饭 喂摄食 有酪 这个奶酪做的酥饼 喂之是何物 没吃过 不知道什么东西 强而食之 勉强吃了 龟吐 回到家以后就吐出来 睡之困顿 吐了大概身体就不好 喂其子曰 就跟他儿子说 与羌人同死 死亦无恨 如故宜胜之 羌人什么意思呢 就跟那些俗人 害死他人 我这死了就算 但是你以后要小心 这什么好笑 完全不知道这梗在哪 可能只看出来 地狱之间不同区域的人 彼此的不了解 还有饮食习惯的不同 然后吃了以后的这种水土不服 这个 我觉得这叫做 孝林真的是 层次很低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则是说 太原人 山西太原 这讲到山西 夜失火 晚上失火了 出雾 把东西搬出去 救出铜枪 他就把他家里的铜枪 给救出来 铜制的那种武器 雾出运斗 以为拿着铜枪 就拿的是运斗 古代运斗 样子有点像现代样子 可是不是 它是用碳在上面 各位假如去有机会上网或到博物馆 可能可以看到古代的运斗 样子还像 变大今晚 今晚 怎么会变这样 拿着枪怎么出来这个运斗 那因为火灾太急了 为其而约 你看都是跟儿子讲 故事都这样讲的 意识 太奇怪了 火灾是枪已被烧 撕脚 所以这枪怎么烧到后来没脚了呢 那那枪如果是我们看到那种尖尖的 然后一根棍子 那怎么会跟运斗相似呢 我就不知道这笑话梗在哪里 完全不能够把它图像化 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笑话 我把那个有关笑话的一些理论 或者分类都摆在比较后面讲 因为我不希望让你有陷入为主的观念 这样的话你欣赏笑话就不太能够欣赏 所以我有时候会提醒你 像第一个笑话是这种跟无知有关的 嘲笑别人的那种有限的经验 第二个笑话当然就跟这个错误认识有关 就是看错 第三则第三则笑话 说牟甲夜暴急 晚上呢身体不舒服 忽然间不舒服 那时候没有急诊 令门人转火 这个令字应该打错了 应该是那个金的令 就请他的门人转个火 以前生火不像现在很方便 现在你大部分人在打开瓦斯路就可以 你能想象没有瓦斯路的时候吗 你大概唯一能想象就是出去烤肉 有人烤肉还带那种瓦斯瓦斯路 如果你要生火 像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会生火了这样 生不起来 生不起来 那生火也是一个技术 好 齐夜一眠不得火 那晚上没办法生火 吹之急 就是赶快生了 你在干什么 火啊快点了 门人愤然约 他的门人也生气了 就他的下属了应该是 君责人亦无大无道理 你你干嘛这么的这样子怪我呢 今暗如期何以不把火灶我 现在那么暗我根本就看不到嘛 你就拿把火灶一下 我不就看到了吗 我当密德转火炬 然后易德尔 这就是吉诚丹丹生鸡的一个笑话 孔文举文之曰 孔文举就是孔容 那个古代人有时候尊敬当事人 用他的字来称呼 不用他的名字 孔文举 我们等下到了这个世说新语 孔文举也是个重要点 孔文举文之曰 责人当以其方也 最后来这段就是笑话里面的蛇竹 但笑话里面有时候有这种的 就变成预言 像一所预言最后都会说 啊以上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什么什么 好那是孔文举 第四则有人吊丧 我们现在的吊都不是那个 吊死人的吊 而是另外这个字 这个字怎么看都像一个象形字 像个旗子 或者像一个什么样的工具 并欲赖物助人 买东西来帮助人 那就去吊丧 问人 何与何等物 人家有人死了 我也得送什么比较恰当 人曰 钱部古博认清所有 你送钱也可以 送布匹也可以 送骨子吃的也可以 博是穿的 博跟布在资料上不太一样 所以呢他觉得都可以了 你有什么就送什么吧 情义比较重要 大概是这样 因赖一壶斗至孝子前 就拿了一壶的豆子 一个豆子 未曰 吾可有 以大豆一壶相助 哎呀我真的不好意思 什么都没有 那就给你一壶大豆 这壶是一个容器 孝子哭患奈何 孝子当然谢谢他 但是那时候孝子呢得表现出 非常哀伤的样子 就这么讲 然后说阿阿奈何 就是哭 那这个是哭他家的死人 不是哭这个他所送的东西 可是这个人呢 就以为是问这个豆 说阿阿奈何 他以为说 这可以干嘛呀 他说可以做饭啊 这样啊 这豆可以做饭 孝子父哭穷 然后几约就是这个人说 适得便穷 自当更瘦一壶 你穷啊我不知道 知道的话 早就再送你这一壶豆子这样 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这大概就是纯粹误会 而且人家吊丧 你还讲笑话 这个我就不知道 我们的古人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有时候不能流传 有时候不是因为笑话的关系 而是因为真的是太不好笑 要我有这本笑话书 我就把它诉诸高阁 或拿二手书卖掉 卖掉都觉得对人家不好 这样 这种书干脆就烧掉算 秦始皇就应该烧这种书 102页 第五则 第五则就有一个真人真事的名字 所以这个又跟其他笑话不太一样 大部分笑话不会讲出人名来 吴审恒的弟弟叫郡 自俗山 你这干嘛讲那么细呢 这不是国文课本作者在解释 对不对 有名誉而姓简令 他非常的节俭令色 张温另外一个人 世俗到四川去当官 与俊别跟这个弟弟 是弟弟干嘛先写哥哥的名字呢 你们这故事很奇怪吗 就类似什么小S的老公 那你就讲小S老公的名字就好了 那徐亚军就好了 你干嘛就把小S扯上了 更糟糕的是谁是谁的前夫 电影明星有人很惨 已经离婚了 还被人家这样拿出来再消费一下 前夫关他什么事呢 前夫关他前婆婆 他前婆婆有钱就好了 没钱你干嘛 常常觉得这媒体应该有个规范 现在没有关系的人不应该 跟他不是他本人的事情 就不应该把他给牵扯出来 我觉得不管是名人或不是名人 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啊 那个杀人犯的邻居 那邻居关上犯什么事啊 我就很恨这种报道方式这样 我觉得真的不要因为人家是名人 你就这样随便消费人家 人家没做错事你就不该消费他 做错事了你就直接消费他 干嘛把他的什么妻子扯出来 同学扯出来 要哪一天孙老师干了什么不名誉的事情 说那群孙老师幽默社会学的学生 今天出来义卖 因为他们要替老师赎罪 无聊到闭 这种报道 好了所以明明讲这个弟弟的故事 把哥哥明前讲出来 好他去要出使到四川去当官去了 就跟他就话别 军入内良久到屋里去很久很久 初语温约出来跟这个张文说 向则一端步欲以送亲而无初者 他说哎呀我到屋里去找了半天 我只有这很好的布 找不到那很烂的布 就没办法用很烂的布送给你 那什么意思呢 温家禽能显飞 哎呀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你看连这话都跟我讲 你看真是好朋友 你送人家东西当然都要讲说 哎呀这我特别去哪里买的啊 你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喝茶 我知道老师喜欢喝茶 这是我特别去哪一家茶行买的 你这样讲就很有诚意 那但是如果老师懂茶 你只要讲错了这就很难听 我只是送一个人说哎你要回去了 来这个这个茶给你爸给你爸喝 他说叔我爸不喝这种茶 我这人家送我的吗 我尝他对他不喝那个茶行的茶 我爸他喝那一两多少万的那种茶 我就觉得很尴尬这样啊 因为那茶确实不是什么好茶 但人家送我的 那人家送我的不好的茶 我不知道他不好的茶 人家送我什么茶我都喝 心意比较重要懂吗 那有人是爱喝茶的人 他讲究的很 很多人出茶他不喝的 我们出茶淡饭 有的喝就很高兴 所以送茶就被人家碰了一鼻子灰 所以家禽能显飞 好这是一个故事 他的朋友很小气 找了半天找不到东西送人 就送了一个比较好的 他说 其实我真的想送你一个比较差的东西 这样 又藏经太湖岸 经过太湖边 使仲泽 他旁边的人 取盐水 以而恨多 施令缓解之 你拿那么多盐水干嘛呢 这人节俭 寻异自愧 后来又觉得很惭愧 干嘛骂别人呢 曰此无天性 也说我这个人就这样 我这个人就是 怎么样都不对 自己做的都不高兴 这种个性的人很麻烦 后来有了西洋星座的概念 某些人我们就把它称为是某某座的 因为这人很龟毛 我每次都叫龟毛座 每次呢很多人 你只要说 这个某某座是很龟毛 然后脸上崩起来的人 就是那个星座 我每次都听他们讲话 我说你觉得 只有某某座的人 是那么龟毛吗 我觉得很多事情 我自己检讨我自己 有些事情我大而化之 有些事情我十分龟毛 那你说我到底属于龟毛 还是属于不龟毛 我只要想到我不龟毛的地方 我觉得说我龟毛 你在乱讲 但是我只要想到我龟毛的事情的时候 你说我不龟毛 那你是乱讲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生活就很多面 你自己就拿你那面去对照 所以那花钱很大方 像我买书花钱非常大方 我有的时候 干什么事情就真的很不大方 我有时候宁愿走路省15块钱 还有呢我有时候为了坐公车两站 然后去买一个可以省10块钱的东西 我是自己检讨自己 我就不讲别人 所以我常常觉得像算命这种啊 你觉得很合适 那都是因为你自己去对号入座 你都你自己去对号入座 然后你把那不合的 你就自我筛选掉了这样 好所以这个呢是讲人家小气 那讲小气是讲那个吴省恒的弟弟 跟吴省恒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第六讲到胖子 赵伯公肥打 那以前叫肥打就是胖 夏日坠卧 这个有一点好笑 这个有画面 夏天在那睡觉 那夏天没有冷气股的人 很辛苦的 那当然就把肚子掀开了 就透气 你现在有些地方没有冷气的话 你看有些 特别是老人家啊 或中老年人 男人居多 就把这个 汉山往上裹 就露出个肚子 大家都自以为自己是弥勒佛 露出肚子 弥勒佛也露出肚子来啊 就没人笑他 你笑弥勒佛说 你露出肚子你试试看 说弥勒佛啊 你该减肥了 你试试看 好 夏日最后 孙儿圆祺肚上喜 这个肚子很大 所以她的孙子在她肚上晚安 因于李子 李子内其那其 这个内应该是那 那其集中 就把那个李 吃李子的子 OK 李子的子 就把它塞在她肚脐里面 有人还会玩那个肚脐 你塞在里面 它蹦一下呼 会往上跳这样 那也是个技术 不过那需要有肚子 没有肚子人不要试 你做不出来的 好 那其集中 雷七八枚 那个肚脐也有那么大吗 这实在太夸张 既醉了不绝 他醉了 所以搞不清楚 数日后乃之痛 因为那个李子 那在肚脐里 古人大概不太听肚脐的 各位知道肚脐是一个 非常神秘的一个气管 你闹一闹会肚子有点痒痒的 我以前呢 有些肚脐会黑黑一点 有时候你不洗澡 不好洗肚脐也 会出问题的 那他这个古人就是没洗肚脐 然后数日后乃之痛 李子大烂 那枝出来了 这个李 对我刚讲说是李子 李的河 那是不对的 是整个李子 李子烂了以后 又是那个像血水一样的颜色 所以他以为是挤血 拒死 大概叫死了 乃命妻子处分家世 就说什么东西留给谁 什么东西留给谁 乃气味家人曰 常烂将死 我肠子已经烂了 你看流出这种血来 我快死了 古人面医学常事 明日里合出乃之孙儿所纳李子眼 然后发现那李子烂完了以后 发现是李子合在那里 所以发现这是李子 不是他藏着烂 这样 既然讲到肚脐眼 以前我就被测验过这个问题 说亚当夏娃跟现代人有什么大的差别 我想半天 他说没肚脐眼 可是好像画牙当夏娃 你注意看 我没特别注意 好像都画有肚脐眼 他的无花果叶都做在比较下面的地方 然后就有一个漫画 小时候看记忆到今天 就有一个老公跟太太去逛画展 那是一格漫画 那太太就很不屑的跟老公说 你干嘛还站在那儿啊 你在等秋天啊 秋天叶子就落了 然后那个部分就会被显示出来 很酷的一个那种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每次跟比较熟的人 我说你干嘛等秋天啊这样 他就不知道这典故谁 这典故就出自那个漫画这样 这是第六则胖子的故事 胖子又没有学问 不知道那个 当然是一个喜剧至少 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第八则 第七则故事 从102页转过来 这环帝应该是东汉了 环帝时有人辟公辅原者 欠人作咒记文 意思就是他在官府里当官 不会写文章 就请人帮他作文 人不能为作 英语约说没办法帮他 梁国阁拱先善为记文 自可写用不凡耕作 你去找这个人 在梁国有个人叫隔拱的人 这名字也不是是真是假 好 遂从人言写记文 不去隔拱姓名 人家帮你写你把名字都没涂掉 辅公达经不达 而罢归故事人语 坐虽公移去隔拱 这代表又是家喻 说 没人受伤 没有大喊一声 那就出问题了 好就是说 这个请人家帮你写东西 你竟然把那个名字没有去掉 嗯 以前有人作弊 被发现 那为什么被发现 因为同样的考卷有两张 就是没有把名字去掉 你知道吗 有人抄 抄人家的书 抄人家考卷 抄到连名字抄上去 这真实发生过 真实发生过 我觉得不可思议这样 所以是 作咒虽公移去隔拱 那这个是讽刺那些当官的人 不会写文章 中国古代的官员 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写文章 因为他要考那个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干嘛呢 就是写一篇文章 到现在为止要写作文 基本上就是科举考试的残留啊 你干嘛要写作文呢 如果考公文人员 你不应该写公文嘛 你写作文干什么呢 所以你看各级考试都要写作文 然后现在作文还要老师改 然后要两三个老师改 然后给你几个等地的分数这样 到现在为止这制度还废不了啊 要改作文啊 那你们作文都有增加吗 都有能力有增强吗 然后很多人就去补习补作文啊 那现在很多老师都发现 现在学生不会作文啊 你们都没办法长篇大论啊 你们现在都发简讯 所以你们只能写简讯文啊 有人写作文 考作文还写表情符号嘛 被很多老师这个痛斥到不行嘛 我一直觉得 如果你们再带人当了老师 那那个考试的人写表情符号 不就对识了嘛 我觉得你们真的生不逢识啊 有一次这个同辈的人很痛心疾首说 现在年轻人都只会写火星文这样 我说没办法啊 他们将来就是要跟火星人打交道啊 现在不准备好怎么行呢 那个人并不觉得我幽默 我就好可惜交错朋友了 第八者 汉司徒 司徒是个官名 人家都讲汉朝的 那古人好可怜啊 这种笑话都不好笑 崔烈啊 这有名字 屁上党 上党是个名字 是个地名 包奸为原 那以前人要讲他是谁 通常会讲他是从哪里来的 新北市谁谁谁这样 有一次有一个同学的妹妹好像 住在板桥 他就发现正板桥 原来那个板桥就是板桥那两个字 他好像就发现说如果他住在松山呢 他就叫正松山 这笑话在国中的时候还蛮好笑的 好你们的程度显然已经超越这个 好我原就是一个官吏啦 那个原错了应该是提手旁 这原来字就错了 这在英文呢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要是发现你在英文引文里面 引到一个错字 你错字不能改啊 你要在这错字之后写一个sick 不是说病啊 不是 这是拉丁文 原意呢就是原物的意思 你在真正引文的时候 这是一个简单的学术的规范 你不你引文就人家写什么就得写什么 有那个文法上的错误 有拼字上的错误 你都不能改的 你都不能改 在引文上写sick 就是我这边就写这样 孙岸 岸就是我的我的注解 当作原 好 江叶剑自律不过 他去这个拜见这个 他考虑自己这样的情况可能会不过 问先道者疑 问先道人说有什么规矩 那见了谁该怎么样鞠躬还什么 室友达曰 谁典仪口唱 你就听那个司仪啊 那边喊唱什么 你就做什么 跟着做就对了 季叶战曰可拜 坚毅曰可拜 他忘了说你听他的 跟着他做 但没讲到跟着他做 他念什么 他就跟着念什么 跟着他念 战子曰就位 这个叫包间的人也曰就位 因父着履上座 古代在汉 在唐朝以前中国没有椅子 没有椅子 所以跟日本人是一样 是上这个地板的 所以他有拖鞋 然后附着履上座 也是拖鞋的 江离席不知履之所在 后来找不到鞋了 这个履就是鞋 站着曰履着脚 就说你要穿鞋 坚曰履着脚也 明明找不到鞋 跟着这样 就是一个那种很愚蠢的笑话 这样 好的 这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所以常常笑话都在笑这个土包子 这是类似那种土包子型的笑话 第九则 平原陶秋市 平原在哪里呢 我现在也不知道 娶渤海末台市之女 女色甚美 财甚令 这个女孩子呢 不仅漂亮 而且还是有才 父相敬 两个人呢 相敬如宾 一生一男而归 生了一个男孩以后呢 就回到娘家 归是女孩回到娘家 母呢 丁是年老 近见女婿 女婿既归而遣妇 妇临去请罪 妇曰 朗见夫人年得已衰 非昔日比 亦孔心腹老后 亦夫如是 是亦遣时无他故 所以你为什么把这个媳妇给修了呢 把她修回家 所以看你老 看到妈妈 哎呦 将来我的媳妇就长得跟你一样老 那我还不如现在就先把她给修了呗 就这样 这就是叫笑话 你觉得这是笑话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是复兴的男人 一旦女人老去 他就不要了 拿这个当借口 104月第十则 牟甲为霸辅佐 为人都不解 这个人当了霸辅佐 就是美智集会呢 有声乐之事 以己折欲焉 而此不解 这详细什么意思 这我也不太懂 看完大致的意思 大家知道 祭人奏乐 在这个祭乐里面的人奏乐 赞之 己呢 亦学人仰赞赫童 希望表现自己很有学问 人家演奏音乐 你可以这个 赢一首诗了干嘛 十人士令吉 做主人 这吉就是这个主角 并使唤济客 昌济跟嫖客 济客未及 遭济 俱问取吹 依书者守经乡下 先有药方 客济及 应问命取 说你到底谈什么样的曲子 这客人呢 先取所书者 勿得药方 便言是书方 有父子三分 当归四分 己云 据作父子当归已送客 合作绝导 他不知道那个曲目 他想作弊了 结果没想到作弊 把那事情拿到药方 药的盒子里 你到中药店去看 那个抽屉呢 上面都有写的名字 那些名字都非常非常的 这个 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看的药的名字 都非常奇怪 然后都有那种 很长的化学名字 古代的药名字 没有这样的 像这当归啦 父子啦 都是这个中药的名字 有些笑话呢 就常常以这个中药的名字 当成谜底的 有些谜语啦 当成谜底的 所以这是一个 你只要了解中药的情况 你就可以把这个笑话 就比较容易了解 像我就不太了解 这个笑话 是什么一回事 总是拿小超拿错 简单讲是这样 第十一则 南方人至京师者 南方人跟北方人 中国很大 在欧洲的话 就是南欧人到北欧去 那真的差别很大的 风俗啊 天气什么都很不一样 人界之曰 就是告诉你啊 你去北方啊 京师啊 那些人见过世面了 就像台湾的南部人到台北来 刚开始到台北来 虽然台湾现在越来越小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刚到台北来 这台北的震撼是很大的 如得物物食 圣物问其名言 人家给你东西哈 人如得物为食 你不要问说 这是什么东西 显得你这个人 草包 不知道 不要问 后裔主人 他去看见了主人 入门内见马屎便食之 绝臭 为什么他要看到马屎就要吃呢 我就不知道 这除了笑话原因之外 有任何原因吗 乃布或者上进 见败旅欺余路 路上有穿坏的草鞋 古代人不拿鞋子来 当做抗议的工具 不然的话满街市 你知道这个南头有个地方 叫草屯 草屯的古名叫草鞋墩 为什么草鞋墩呢 是因为那一般人走到那边去 就已经累到不行了 然后鞋子也坏了 坏了就把那草鞋 往旁边一扔 扔扔扔扔扔 就扔了一个小山 就叫草鞋墩 这草屯的由来 这真的听起来像假的 这边讲到草鞋了 我就顺便讲一下老师的乡土知识 好 然后呢 就把鞋子弃在 这个鞋就是鞋子 拜鞋就是坏的鞋 弃在路上 因妇嚼 殊不可厌 因为以前鞋子炒鞋 嚼炒 这个很难嚼 别想炒很难嚼 我那天在一一八巷去吃饭 想说这家没吃过 就去吃 哎呦妈呀 那牛排的那牛肉 我嚼了半天都嚼不烂 最后我带子吃了两 他再切了五小块 我带子吃了两块 其他三块 我嚼不烂就吐出来 嚼不烂就吐出来 那牛排老的 天哪老牛吗 还是我牙真的不行了 好可怕 他因妇嚼 殊不可厌 哪能吃啊 那炒鞋呢 然后他就跟他回头看那个 顾伴曰 且止人言不可接信 说这些人欺负我 不能相信他们讲的话 他想什么 如得物为食 甚物问其名言 你有的吃就好了 不要问什么名字 结果你看一先吃了麻屎 后来又吃了鞋 你看这 后翼贵官 魏社馆 拜访一个高官 高官请他住旅馆 因见誓曰 如是守物 借故席 且当务食 这句话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是守物 守物说你是一个 很有钱的人吗 还是很高地位 借故席 你要记住啊 要小心啊 这个过去的什么事情 不要吃啊 这一定有一个同音字 或什么的笑话 这个 lost in translation 所以我完全没办法理解 这个笑话在讲什么 好 这个基本上是这种都市人嘲笑 或者文明开化人 嘲笑那个比较不文明的人 那在这故事里面 就是南方人跟京师的人 好 那上回我去北京 说这个北京大学的 那个 就有人先提醒我 台湾的同事 说你去北京小心一点啊 他们有些奇怪的东西给你吃 我说蛤 有些什么奇怪的东西 他就说 十几年前 他去北京 一群人去北京 结果北京人 请他们吃驴肉火烧 那刚才他不知道 北京满街的驴肉火烧 我去了以后到处看 到处有驴肉火烧 然后他就问人家说 情况这些是什么肉 人家请他吃饭 他问人家什么肉 人家说驴肉 他就吓得吐出来 北京人觉得很奇怪啊 驴肉 我们这边常吃驴肉 这是什么稀奇的呢 台湾人见识小就把他吐出来 觉得驴肉怎么能吃 那北京人不都吃吗 这是一方水土一方人 有时候你吃东西 你不会因为吃牛蛇饼 就以为那真是牛蛇吧 牛蛇也不长那样 我第一次吃到牛蛇饼 我想说为什么叫牛蛇饼呢 你不觉得这很像牛蛇吗 就这样 我也没好好看过牛蛇 坦白跟各位说 动物园没有嘛 对吧 我们小时候呢 因为我去上学得经过农田 我一当天大学要去坐车 还得经过农田 我住的地方都还有农田 现在大家看农田很难 看过牛的 我也看过牛蛇的 我也看过牛穿鼻的 我都看过了 我还知道鸡是两条腿的 不像现在人 鸡是几条腿搞不清楚 这大概六条吧 为什么 因为超市卖的时候 是六条一盒嘛 为什么 好 第十三则 不是第十三则 第十二则 这笑话真的我觉得都 我真高兴我不是古人啊 我也不是希腊人啊 那人家万一要请我去参加宴会 说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我不死了吗 所以你是穿越来的 你做时光机穿越来的 我讲一整个 我们这时代笑话给你听 好笑到不行啊 你回去的时候可以讲给你学生听 就这样意思 我回来以后 讲给你们听没人笑 人有何耕者 这耕啊 各位知道弄的粘粘稠稠的 加了带太白粉吗 什么的 以勺藏之少盐 又不够咸 加点盐 便易之 就易就加盐 后腹藏之 像勺中者 故云盐不足 如此树亦生树盐 故不咸 因以为怪 为什么呢 你不是就一直加盐吗 应该很咸才对啊 为什么他过来竟然是不咸 应以为怪呢 这我也看不懂 他吃的是他勺子里 可是他家是加在锅子里 谢谢你 我终于懂了 盐加在锅子 可勺子不是要从锅子捞出来吗 他就当了一勺 然后一直藏他勺子 藏勺子里面 没有 就没有 你怎么会知道 谢谢你 我洗了半天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 我终于了解 那这个第二个笑点 你就知道 所以他吃呢 就像 听说 相关的一个 比如医学院的教授呢 不知道哪个医学院 笑话里面医学院 或者故事里面医学院 都没有名字 医学院教授呢 每次都叫学生 藏那个尿这样 他把手撑进去 然后这样舔这样 叫每个医学院学生做动作 结果呢 一直到多年后 才有医学院学生发现 老师放进去的是食指 舔的是中指 那一般医学院学生 没有注意到 这细微差别 就这样放进去 然后尿什么味道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告诉老师 老师想 这些笨学生 懂吗 这是我想到的联想 这个我觉得这比较好笑 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 听到这种笑话 我就非常注意 人家的动作怎么做 尤其看魔术 你知道吗 你千万不要被 他的障眼法给骗 你一定要看不同的地方 然后被魔术你知道 你不能站在他后面 变魔术都要在一个 他能控制的场面 不过现在那种 电视那种变魔术 在街上变的那些人 怎么变的 我都觉得好奇怪 怎么就真的就漂浮起来 然后就浮起来 因为那个破解魔术 那个人说是因为有一根 有一个那个钓钢丝啊 破解魔术的人都告诉我很多事情 那个另外一台的人 好像都不是这样变的 好原来是喝勺子里面 然后加盐一直没吃那个 谢谢 第十三则 假卖肉 他在卖肉 都过入都都厕 就到厕所去 挂肉着外 就把肉呢挂在外面 这个乙呢就把它偷去了 未得去 怎么会未得去 偷知未得去 假出蜜肉因诈变 口咸肉云 挂着外门 何得不失 若如我咸肉着口 其有失礼 这反正那画面不太好看 因为有厕所有一块肉 然后有甲有乙 然后这乙好像偷人家肉 还说自己没偷 所以你自己把肉挂在外面 怎么会不被人家偷呢 然后你说我咸肉着口 其有失礼这样 我不像你把肉挂在外面 我把肉咸在口里 我要上厕所 我肉不咸在口里的时候干嘛 所以有些男生上厕所 因为男生厕所 有时候没东西可以摆 有些人上厕所 就嘴巴咬的东西 有时候我也嘴巴咬的东西 上厕所 看起来蛮怪 也许是我们中年人的关系 那女生的厕所 最大的问题是以前 有人 我的学生有人 二十年前了 有人研究台大的女生厕所 她们做出了很多建议 二十多年了 希望现在建议都改 她们建议厕所里面 应该有台子 可以摆包包 或者至少有划钩 不然她说女生上厕所 都会带一个包包 你的包包没地方放 会很尴尬 还有人悬空上厕所 有人站在 反正有那种江湖 十八道招式 如何上厕所 这样 因为厕所太脏 最后的说法 是因为厕所太脏 这样 希望现在没有 第十四则 姚彪跟张温 张温刚刚出现过 是不是 到武昌去 过吴欣省衡 刚刚不是有个吴省衡吗 不是他哥哥吗 那这是叫吴欣省衡 那叫吴省衡 是不是同一个人 Anyway 然后他在江主守风 他那边担任了一个工作 守着江的工作 梁用尽了 遣人从彪 就是摇彪 去带一斗 盐一百胡 去带盐 然后彪呢 非常的个性耿直 得书不达 要跟他戒言 他不答 就像你们现在不回email这样 你们写信给老师 老师一天不回 你们大概就以为老师挂了 或怎么样 马上说老师你还好吧 你怎么没回我的email 才一天呢 哎呀 你们真是 老师一天就挂了吗 真是 老师挂了应该有个阿飘 出现在你的email回信上吧 好 得书不达方语温谈论 在那边聊天 良久 赖左右道言百胡于江水中 魏温曰 名无不习 习说语 我是没有那一百胡盐吗 我有盐我也不给他 我是 我倒在江里面我也不给他 这我听得懂 但是什么意思呢 浪费食物吗 我也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好 第十五则 楚人平居 楚人是南方人 特别有的时候是讲黄河以南 是吧 有人是这么说的 读淮南方 淮南方是一本书 不知道什么书 但听起来像是 得螳螂业 螳螂似禅 自障业可以隐形 哭吧 像忍者吧 啊 那个 这个 这个 这句话 可能就是日本的一本 冰书的名字的来源 日本有一本冰书叫夜影集 夜影集吗 夜影什么在这 听说那个 忍者呢 好像都跟这个学 忍者还能用武术 一般会说要看武士道那本书 我有一次就去看了一个 叫做新渡户道兆 用英文写的武士道那本书 在一九零几年的时候 發言人说你应该看夜影集 夜影集是讲到更 传统的日本的武术这样 所以我想这可能讲 就是什么样的叶子可以隐形 这太厉害 哈利波特是叫那个斗篷嘛 对不对 遂于树下 羊取叶一 螳螂植叶四禅一 以栽之 取叶啦 就螳螂植叶四禅 这应该是一个破折哈 可古人哪有破折哈 Anyway 叶落树下 树下先有落叶 不能复分别 所以找到一个叶子 那个叶子多少树下 不知道跟以前叶什么差别 扫取树斗归 一一以叶至障 他想说没关系 反正就在这堆里面 就把那堆叶子都扫带回家去 然后每天每一片叶子拿出来说 问他太太 你还看得见我看不见 如见我否 这个布有时候念成否 尤其在最后的时候 当问题 问题的时候 如见我否 就是那个布加一个口 七十恒达月 见了看得到啦 看得到你搞什么神经啊 今日乃厌倦不堪 后来想太烦 就随便看他 我看不见你啦 现在看不见了 每天问 黑然不喜 赖叶入室 对面取人物 立税赴一线 他就跑到街上去卖这个叶子 说啊 这个叶子啊 你买了就隐形啊 结果被那官府查到了 就把他抓到那县官 县官受辞 自说本事 他跟他讲说 这个叶子听说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官大笑 放而不至 这官非常非常的大方 说哎呀你被骗了 哪有这事儿 回家啦 就回去了 这是笑话吗 第十六 这个听得懂 但是那个十六折 一百零六页 汉朝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 五子家父 没有小孩 但很富有 可是呢信简令 简色 通常有钱人都非常的小气 你不要以为有钱人 花钱大方 有钱人是赚钱大方 大部分人有钱人都非常小气 不小气他就不能有钱 我们常常那个 没有钱人都在幻想大富翁 非常非常的慷慨 没有大富翁的小孩非常慷慨 大富翁的妈妈 不大富翁的太太对他小孩 那是更慷慨 富翁对自己通常都非常非常省的 有好多笑话都跟这有关 好像说有一个富翁去哪里出旅游 他就住一个很差的旅馆 他儿子住非常好的旅馆 那人家说 为什么你儿子住一个很好的旅馆 你住那么差旅馆呢 他答说 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爸爸 而我没有啊 这种笑话 我觉得也讲的蛮好的 好他五子家父性检色 物衣恶衣舒适 他穿的衣服都很烂 或者就是街边买的很便宜的菜市场 买的吃的也很差 清晨而起清夜而喜 为什么用这个轻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早上很早就起来到很晚才睡觉 营里产业聚恋无厌 他就是一天到晚想着赚钱 经营他的产业 而不敢自用 从来不敢花钱 或人从之求盖者 不得已入内取实钱 有人就跟他求贫穷 好心啊 给我一点钱吧 我快饿死了 给我点钱吃饭吧 不得已入内取钱时 给他实钱 自堂而出 随步则减 从里面拿钱 哎呦不要给他那么多 就九钱八钱这样 出一步就减一钱 彼之于外 财于半债 只剩下 这算是只剩下一半呢 还是只剩下半钱 反正很少钱 闭目已起已受其者 就给人家那个乞丐呢 是闭着眼睛给他的 因为心疼啊 看着钱心疼啊 好不容易赚来的 这家伙伸手就有 徐父祖约 我倾家 这个字是善 善 善君 善养费的善 我把全家所有东西都给你了 讲那么夸张 圣悟他说 你别再跟别人讲了 父相笑 不然大家都跟着来了 我全家就这些东西了 全部给你了 闭着眼睛说了 老人饿死 没多久 不是饿死 没多久就死了 田宅莫官 货财充于内 这应该是躺啊 就说最后 都被官府给收了 变国家收归己有了 这应该只是一个 像佛教这种教训 你知道吗 你有钱又怎样 而不是一个笑话 既然讲成笑话 那大概就是 不同的笑话观 好 所以你有钱 与其给政府接收 还是要捐出来 或者救济穷人 第十七则 有甲欲夜见义载 要去见这个县官了 问左右约令和所号 问县官的旁边的人说 你们老板喜欢什么东西 要投其所号 或于约好公羊传 我们老板喜欢读公羊传 春秋有三传 有左传 有公羊传 还有古梁传 不要误会 也说母梁传 母羊传 因为有公羊一定有母羊 那有左传还有右传 还上传下传呢 是不是 还上中下三传 没有 所以是公羊传 后入见令问曰君读何书 他就要去拍马屁了 县官就问他 您读什么书呢 答曰为业公羊 业就是足 我主要念的是公羊传 试问 谁杀陈陀 好你既然念公羊传 那公羊传有这么一个典故 来我来测验你一下 那请问是谁杀了陈陀 假良久对约 他没念书嘛 这一问就穿帮了嘛 说平生 实不杀陈陀 简单讲 不是我杀的 我没杀过他 令查谬误 应付戏之约 那这个县令 当然知道 这只要是碰轰的嘛 跟没念过书嘛 然后就继续去搞他 君不杀陈陀 请是谁杀 请问是谁杀的 不认识他是谁杀的 继续闹他 于是大步 非常惊恐啊 凸显走出啊 就吓得就就就就 屁股尿流的 就就出了县县府衙门 人问其故乃大于约 就跟人家说 哎呀 见明府便以死事相仿 后职不敢赴来 遇设当初尔 哇 这县官太厉害了这样 啊 这这这这太厉害 反正就 便以死事相仿 死事见仿 就是问我是有关 谁杀的这些事情 后职不敢赴来 我以后再不敢来 除非不然的话 被抓去关 那等到大赦才出得来 意思就不读书 想拍马屁 马腿上 自己没学问 人家问他事情 竟然是这样 后来这种事非常多 笑话非常多 这种 那个他是怎么死啊 我怎么知道 又不是我杀的 都这种笑话 懂吗 完全不知道 人家问的是一个典故 这样 第十八者 甲与乙 斗争 我们现在斗争 通常都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吵架的意思 甲 就咬下了乙的鼻子 我靠 这太血腥了 官吏于断枝 加称乙字赤落 立约 夫人鼻高而口低 请人就是 说 你这鼻子是谁咬的啊 这个乙呢 不好说是别人咬下的 是我自己咬的 他说你自己怎么咬得到 你鼻子高 你嘴低 你怎么咬得到你的鼻子呢 甲与他踏床子就咬了 他是踏在床上 就是比他高就咬了 人可以 嘴踏床上怎么行 这笑话就有点像希腊人的笑话 第十八则 强词多理了 而且愚蠢了 他为什么不敢说是甲咬的呢 有的是为了好面 有的可能甲非常有势力 第十九则 甲父母在初学三年而归 到外面学三年 舅是问其所学何德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 舅舅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舅舅问他你学了什么 并序别复久 乃达约你去学什么去离开那么久 他说为阳之思过于秦康 这真的是要念过书人才知道 连我都不太知道 继而复教之 这就引了一首诗了 有他的意思 而学西义 你增加了什么 学了什么新的东西啊 达约少师过庭之训 故学无义 这是讽刺他爸爸 过庭之训呢 是孔子跟他儿子的一个典故 在论语里面 论语里面呢 这记载的孔子跟他儿子 好像只记载两件事情 主要就是这一件 第一件事情是记载孔子的儿子 刚出生的时候 鲁国的国君送了孔子一只 一条鲤鱼 所以孔子就感谢君王恩德 就把他的儿子命名叫李 李渔的李 所以呢叫孔李 我每次都说 如果君王送孔子一条烤乳猪 那请问他的小孩叫什么名字 答案是罗志祥 因为小猪嘛 这小孩有那么不好笑吗 很有文化的笑话 连接着古代文化跟现代文化 好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 孔子的儿子叫孔黎嘛 那就像鱼一样游来游去 有一天要出门嘛 去玩嘛 结果呢就被孔子逮住了 孔子站在门里听说 你学诗乎 你学过诗没 学过诗经没 没 不学诗无以理 不学诗无以言 你不学诗 你将来怎么出去跟人家讲话 正式场合里面 话都不会讲 以前古人正式场合 先要迎送一首古诗 诗经的诗 然后才开始讲话的 一定要上 莎士比亚说什么什么之类的 一定要以一首诗 好 就退而学诗 出门也不敢玩了 就回去 然后有一天呢 要出门 又碰到老爸在那儿 说 你 学礼乌 你学礼没 不学礼乌以利 就回去就学礼 这是 轮语里面记载的两件事 所以过庭之训 就是他要从那个庭子里面 出门 被他老爸逮入 老爸叫他学诗 就这样 所以他这里说 少师庭训 就是我小时候 我爸没好好教我 那不是他爸问他学了什么吗 我爸没好好教我 所以去外面学 什么也没学到 讽刺他爸爸 可是那句话讲出来呢 文字彬彬 像是有学到东西的样子 OK 好 第107页第20则 这个畅人 畅人说是 出漏笔俗之人 欲相共吊丧 各不知宜 两个人要去参加人家葬礼 但没有人知道规矩是什么 现代人好了 反正你去了 礼仪公司的人都会教你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标准化 礼仪公司的人平常还有上课 还要考试 那有证照 所以这个各不知宜 一人言出席 魏同伴也说 我略知一二了 我大概知道 就跟他同伴说 如虽我举止 等一下你就看我怎么做 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这样就不会出疲漏了 很多笑话都这样来 都这样来 既至上所到的那地方 就习者在前 扶习上 就是趴在地上 愚者一一相坤于背 相坤于背 坤是替法 不知道相坤于背 什么意思 就是趴在地上 大概一个接一个 看起来是这样 而为收者 以足会骂 也 吃物 第一个人 就他拿脚 就骂人家 说吃物 吃物大概就是现在的白痴啊 广东人说的你七行 或者偷该 什么之类的 诸人亦为夷当儿 就以为这是礼仪 所以每个人都用脚 就踹下面一个人 说吃物 最后者进孝子 亦他孝子 吃物 那个孝子就是死了 爸爸过世的那个小孩 叫孝子 中国人呢 为了说好听嘛 你爸过世了嘛 那你孝不孝不管了 你就叫孝子 然后那女儿就叫孝女 那后来你大概在南部 中南部去参加葬礼 中南部就有一个位子 就是那个人就哭的死去活来了 帮你哭还拿麦克风的 时间一到就在哭的 叫孝女白琴 孝女白琴原来是布袋戏的一个角色 那家伙好像被女生抛 被男生抛弃了 然后就在江湖上 武功也十分高强 不过我那时候的那个布袋戏 武功高强都出自前两集 两集完了以后 他就武功就平平了 就更高强再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高强都说 哇他一出来 那江湖上没有人能敌过他 不过他就撑两集 就没了 我觉得蛮有讽刺性的意味 那那时候那个女的 穿着白校服 那就叫孝女白琴 后来 在之前就有孝女白琴 这种工作 但后来因为那布袋戏 实在影响人心太深了 所以这个职位的人 后来就叫孝女白琴 那天BBC的节目 还是CNN的节目 有访问台湾中南部 有一个专做孝女白琴职业的人 然后专门访问他这个职业 也对外国人来讲 这件事情非常奇特 为什么你去帮人家哭呢 他自己商家哭不出来 就别哭嘛 你还要哭 哭还要有吊吊 腔吊 然后你要哭出呢 有的地方你从 那个商家的那个路口 就开始一路要哭进去 你如果住在那个乡下 听说有人从进村子口 就开始要跪着 哭着进去 从村子口啊 你就得一路跪着去 那产业道路很长的 你知道吗 那有的听说是欺负人 就是那个藏仪礼仪公司啊 那乡下重视礼嘛 那你难得回来一次 就叫你从那边哭着 然后趴着 三跪九寇 一直跪到门里面去这样 那个有一个电影嘛 叫什么 父后七日嘛 好像有演到一点点这样的东西 但还不是很夸张 我听到很夸张的是那样 然后要坐七七四十九个天 然后每天要干什么 那都很忙很忙的 那商家非常忙 那都有那塞工啊 来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 说现在祖先已经到奈何桥了 你要帮他怎么样怎么样 我认识一个人参加过那个 他快折腾快死掉了 你知道吗 你就干脆就一起去了就算了 不然你活着演一遍 万一将来死了还在演真的再来一遍 你不就倒霉了吗 演两遍了 万一你最后死你不知道演几遍 二十一则 二十一则 这个笑话非常的多 有关这种傻女婿的故事 有持续 父翁死 就是他这个岳父死掉 岳父死掉 不是他爸爸 他爸爸就交以行调礼 你去人家参加上礼啊 该怎么做 你发现上礼经常也是笑话的根源 这不是有点黑色幽默吗 好 余路止水碰到了水路 在路上 然后威宜一袜 袜子竟然钓了一个 诱赌灵鸣明云 碰咕碰咕 就听到那鸟在叫 然后就记住了 就忘掉了这个钓礼 就是到商家去要送人家东西 到了商家以后呢 乃有袜一足力 乃说其贤者 这贤就光着脚的那个 就是他发现 哎呦 我怎么只脚子掉了一只袜子 然后把它掉了一只袜子 就忘了 就是说 笑子皆笑 他是学鸟叫 然后又曰 莫笑莫笑 如实的袜即还我 你们笑什么 如果捡到袜子 请你把袜子还给我 这是你一定要有那个场面 我们现在听起来没什么好笑 就是一个有点呆的人 二十二则 如有直肠肝入成门者 出树直之不可入 这个应该根据商军的一个故事 商阳呢说要变法 那怎么样变法呢 他说你要先在老百姓之间立威信 让老百姓相信你是真心的 于是他贴出一个告示 说谁能够把竹竿拿到城里面来的 我就给他一个赏金这样 结果就有一个人拿着竹竿进城 然后他就给赏金 后来大家就相信政府是有信用 大家就拿竹竿进城 然后政府就建立了威信 简单的故事是这样子 那这个呢就拿竹竿进城 这个竹竿他竖着拿 城门太低 城门没那么高 就进不去 横着拿也进不去 他应该直的拿 对不对 你应该知道 既无所出 鹅鹅有 不久有一个老父之缘 无非圣人 我虽然不是圣人 但见识都有 我活那么老 吃的盐巴都比你吃的米多 过的桥都比你走的路多 我了解 你就干脆把这个竹子给锯 从中间锯了 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然后那个人就把这个竹子给锯了 这就是故事 没有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把那个事情给误了 三者在108页 齐人 齐人是在泰山 山东泰山以北 泰山以南就是鲁人 鲁国 到赵人 就赵人学色 色是一种乐器 音之仙条交注 那个 这是一个乐器上的一个东西这样 而归三年不成一曲 学了三年也没学到一曲 结果这个齐人怪之 有从赵来者问其方 之向人之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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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王啊 就是他的妻子张氏 死了以后 庸也死了 家人便病于后园中 把两个人都葬在后园子里 现在没人这样了啊 现在大家都要到这个坟墓里啊 或者都通常都变骨灰坛了啊 三年举障 见总土 总土化作二人 常见鲍如卧室 人尽孝之 他发现 呦这两人还抱在一块 啊 怎么这两人那么色这样 这不是夫妻很好吗 奇怪 这不是因为穿回乡里美坛吗 这个 要是后来变成聊斋 故事又很不一样 所以这第二十四则实在是一个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故事这样 第二十五则 读人有丹三鸡者 路人问曰何鸟也 他带了一个三鸡 说你这什么鸟 丹者就骗他说凤凰也 说是凤凰 路人曰 我闻有凤凰久矣 金针见之如卖之乎 哎呦有凤凰 哎呦我念书念那么久 听过没看过 现在看到了 那你要卖吗 虽然当然卖了 那多少钱 千金 乃愁千金浮予 说一千金卖不卖 不卖 加倍 他是半折之数 加倍 乃愁之之豪迈 就是两千金嘛 方将献楚王 后来这个人就把这个 这个三鸡献给楚王 惊说而鸟死 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鸟就死了 路人不席 不皇席席金 未仓不得以献耳 那个路人呢 是为了要献给皇上 所以不太不在乎钱 国人传之 显以为真凤而贵 一欲献之 遂闻于楚王 王敢其欲献即也 照而后四只 过买凤之之十倍 那当然后来大家都希望 能够巴结这个楚王 那楚王当然就后来知道了 说哎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楚王呢就感谢这个 当初献这只鸡给他的人 说是凤凰的人 然后又报偿他十倍 他用两倍的钱买得到十倍 所以利润非常的高 这故事也不是笑话 这故事比较像是什么 幽梦幽瞻那时候那种故事 就是好心得的好报 我觉得比较像是这种故事 我觉得比较不像是 什么笑话故事 第二十六则 说汉人有事无 无人设损 有汉人到无 无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地方 现在在浙江江苏一带 通常是浙江了 那无人呢 就这个地方的人 就请他吃笋子 问是何物 一个没见过 说什么东西 宇曰竹也 哎呀这就是竹子嘛 竹笋确实从竹子来 但是你如果不把那个 新生的竹笋砍掉的话 他就老了 就变成竹子 那就不能吃了 所以一大早 那个卖竹子要去砍那个竹笋 那是 所以要一大早出门 那竹笋好吃的非常好吃 各位要去日式餐厅 或高级餐厅 吃那个竹笋沙拉 那竹笋当令的时候 非常好吃非常贵 非常好吃 那竹笋真的是 有点像吃那个 很好吃的梨子一样 可以到了 几乎入口即化的那种境界 他没做什么就汆烫一下 有的连烫都不用烫 有的竹笋那个剥开 那头还给你拿着当把 可以这样拿着这样吃 好吃竹笋非常好吃 好了 麦鲁笋说竹子也 然后回家以后呢 就把他的床给他弄下来来煮了 因为那是竹子做的 然后跟他大概说 无人利路 这大概是骂人的话 不知道什么意思 说这欺骗我说是竹子 竹子不能吃嘛 没讲清楚 所以这无人呢吃得很好的 长江三角洲下游的人 那不得了的 从明朝以来就是富庶之都啊 当然四川也是了 四川一个地方产的东西 听说全中国人可以吃饱了 好的一百零九页了 最后的这个补的三则 第一则是 伯翁妹肥于胸 胖女人呢 嫁于王氏 嫁到王家去 王家嫌其太肥 遂无云无女生乃遣之 就把他给修了 后更嫁李氏 那时候显然对于改嫁这件事情 不是太在乎 乃得女生方艳前无也 无女生到底什么意思 我猜测是不会生育这样 或者暗指王氏自己 刑房时找不到地方 所以他不是女的 这都可能 那古人讲的太含蓄了 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只能猜大概就是 不会生小孩 在古代的妻初里面 男人初妻 把妻子要修掉 有七个理由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不会生孩子 好这是第一则 第二则 平原人有善治愚者 那个驼背 愚者 愚者 自云不善 人百依人耳 这不可能治不好了 然后治不好我赔你钱 还什么之类的 有人趋度八尺 直度六尺 讲他弯曲的那角度 乃厚或求智 就是说 谁能治好我 我给他重重的赏金 约均且口 你说了就算啊 均且口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老师是猜的啊 老师国文没那么好 结果就叫他平躺着 上他背去踩 希望把那个 那个驼背人踩好 愚者曰 将杀我 你不是 就难受死了 你就杀了我算 曰 驱令君直 焉之死 我的目的 是让你 而且你说了 只要能让你的身体 直就好了 管你是活的是死的 当然要活的嘛 不是吗 最后一辙 各位忍耐已经到了限度 我也是 如果每天看这种笑话 我大概 我大概就不叫幽默社会学 就叫严肃社会学 台湾第一家严肃鸡 有人常食酥乳 吃素的 忽食羊肉 第一次吃到羊肉 梦武藏神曰 羊踏破菜圆子 今天总算羊踏破的菜圆子 这什么好笑呢 可怜的古人 各位要庆幸转世 转队的时代 我们现在已经是 可以公开说 这实在是很无趣的 所以教幽默社会学 有时候非常对不起大家 因为我教的 都是无趣的事情 接下来试说心语 这本书 我年轻的时候看 根本看不懂 不知道在干什么 讲一对稀奇古怪的故事 然后那个中文又很怪 我的高中时代的这个 国文程度是 绝对没办法了解 这本书一万一的 所以这本书呢 我那天大学的时候 买了一本 一直没看 那天把它拿出来 旁边有蟑螂屎 什么乱七八糟那样 很恶心的 是的 然后拿出来看呢 就把它清了一下 清完以后 四十年后这本书 我竟然看懂了 每一句我几句都看得懂 我四十年来啥事没干啊 我也没增加我的国文程度 既然这本书看得我津津有味 我就花了两天还是三天把它看完 然后觉得今天可以做成笔记 有些故事 有些故事我小时候就念过 不知道这个故事出自是说心语 所以我就从其中 选了几则故事 来当成这个上课呢 然后我买了很多书 我这个人很喜欢买书 所以在第一百一十一页到一百一十二页 这个对照表 我还特别喜欢做一些小的统计 我的统计实在很烂 但是我要告诉你占百分比多少 最常见的故事是什么 那总共有一百一千一百三十四折 因为后来出版的书都有把每一折列出来 那有的呢 因为收录的关系不同 我后面说有的只收了一百一千一百三十折 最多的收了一千一百三十四折 可是等我的讲义做完了 我又发现有一套书 我就没去统计它有多少本 多少折 所以总共一千多折故事 或者意识 不一定是好笑的 不一定 常常不是好笑的 但可以表现出机制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 比较接近whit 或者原来这个 林语堂翻译的欲涕 这样的东西 你小时候一定听过这样的故事 你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这时候 好孔文菊 刚刚在笑话里面出现这个人 就孔荣啦 他年十岁的时候 跟他父亲到洛阳去 那时候呢 反正那时候魏晋南北朝 都一群有名的人 那有名的人 这个人叫李渊李啦 你真的要查他是谁 所有的事说心语的那种注释 都有告诉你这人是谁 那你再查一下Google 或者查Wikipedia 你就可以完全知道他是谁 那因为不叫作文课 不叫历史上的人物于什么 我就这个就列过去 这个李渊李的圣明 唯斯立教位 是一个官名 大官 一门者皆尽才清称 所以去他那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简单讲是这样 集中表亲戚乃通 你要亲人 你才能够到他家去 他家门庭若是 你要去拿个号码牌吧你 文局至门 孔文局 就孔荣呢 就到了他们家门口 魏立约 就跟那个看门的伯伯说 我是李甫君亲 我是他家的亲戚 中国大陆呢 最近因为什么淘宝网的关系 所以有些人讲话说亲 我都不知道亲是什么 就是kiss me吗 不是亲 就打招呼 就是亲 我在后来有一个大陆连续剧 看到这个地方 他说亲 所以我去大陆问人家 亲什么意思 他叫淘宝语言 就表示亲爱的观众 亲爱的来宾 就简称亲 好 我是李甫君家的亲戚 记通 亲戚就得见了 就说好 既然亲戚就去吧 坐去 十岁啊 别忘了 还有一个小孩 原理就问啊 君与仆 仆是你啦 有何亲 我跟你是亲戚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跟你什么亲戚 看似十岁小孩 但也不会框你 就看一下 对于习先君仲泥 你们家 我们家姓孔 所以我的祖先 仲泥 仲泥 仲泥是谁呢 就Johnny Johnny是谁呢 就孔子 仲泥 我的仲君仲泥 孔龙听说还真是孔子的后代 是嫡系的 听说是 孔子后来到现在七十八代了 很多人你听都没听过 七八代里面 听说只有两三代的人 对中华文化有点贡献 其他人都没贡献 那有一些还不是儿子 有些是弟弟还干嘛干嘛 然后那孔子的 真的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就孔氏王朝 蛮不错的 有一次还有他们家的仆人 把孔家那一代人全杀光了 那现在这个后来当然有复仇记啦 这个连续剧可以拍到第十三集的时候 可以拍这个这样 现在还有内孔跟外孔的差别 因为有些是因为当仆人当酒了 后来也姓了孔 那那些不是原来姓孔的人 所以屈服那一堆姓孔的人 不得了 好 说我的先 我的祖先 仲尼 跟你的祖先 柏阳 柏阳是谁呢 叫老子啊 上次有讲过 有师尊之之 我的祖先跟您老子拜过师的 在这个史记里面有记载 孔子问李于老丹啊 好 所以就这样套关系 所以是朴与君 义士为同好 我跟你啊 从祖先就是好朋友了 我们两家 哇靠小孩子会这样骗人 真的是不容易啊 这叫姬智 懂吗 姬智 原理及宾客 莫不其知 哇这小孩真聪明啊 真有学问 能讲这种话 大家觉得哇这小孩不得了 是个人才 太宗大夫 太宗大夫 陈伟 这个是好像念伟 是不是 陈伟后制 他没经过这段 就后来来 不知道这小孩聪明得很 这叫要出囚了 人以其语与之 就说哎呀 刚刚那小孩说了什么 违约 这家伙呢 就是那种很讨厌的老头 你知道吗 那种长辈就这样 小时了了大会 有什么稀奇 这小孩现在那么聪明 将来绝对不是好东西 没想到这小孩你看 现在就不是好东西 就是啊 想君小时必当了了 你小时候一定很了了吧 就大家就笑了 就不如把后面讲出来 就你现在看你现在都一样 哪是个好东西 闹祸 这家伙就 这小孩这样不尊敬长辈 也都在四桌心里面摆出来 各位觉得这是好故事吗 如果你长辈对你不礼貌 你尽可以用这种 baby的言辞给他回下去这样 这故事就结束了 就这样想君小时必要 像很多人这样讲啊 可是像很多人就看小孩子聪明 就说哎呀真是小时了了啊 这不是骂人吗 可是像好多人好像把这拿来当 夸奖人的话 小时了了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自己谦虚啦 哎呀孙教授不得了啊 你这真的是现在那么有名啊 在路上走多人找你签名这样 哎呀那不过就是小时了了吗 那人家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以为我在夸奖我自己小时候很聪明 天知道有人没问话水准很麻烦 好113月的下面 最后一个笑脸 在这个孔荣这边 要特别讲那个让离的故事 刘孝彪做了注 说影的孔荣别传里面说的 这故事都有 你要知道出自哪里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知道出自哪里 所以这不是出自什么书啊什么传 说荣四岁的时候 宇兄十离跟他们老 山东出离子非常有名 山东的某些地方的离子非常非常好吃 听说也是入口即化当令的时候 所以小时候吃离啊 哲隐小者 他每次吃离都吃那比较小的离 人问奇故说你干嘛这样呢 小孩从小心机很深呢 不过他后来真的不得好死啊 也真是蛮惨的 答曰小儿法当取小儿 我个儿小嘛 我年纪小当然要吃小的啦 所以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才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然后才讲了这一段 那这有关孔荣让离那个呢 我后来就听到有个说法 有点搞笑 那孔荣为什么让离呢 因为他不让离的话他哥哥会打他呀 这是家暴版本 所以他当然让离了 开什么玩笑 你不让你不让最后还是得让出来 所以干脆让离好了 好另外呢你看他的下一代 孔荣呢就父子被租连了 那时候的党故事或什么玩高 反正政治很差啦 孔荣被收被收押了 中外黄布不是外国人也黄布 就是家里跟家的外面大家都很惊鸿啊 持荣儿大者九岁 孔荣那时候已经老啦 生了小孩啦 他大小孩九岁 小了八岁 二儿第二个儿子八岁那个人 顾卓丁细了无荣 他继续玩他的游戏 完全没有那种很惊慌的样子 老爸被抄家了 荣为使者曰 就跟那个抓他人说 既罪止于生啊 二儿可得全否 有什么罪 你们就冲着我来好了 请你放过我两个小孩 而徐靖曰 他儿子不叫徐靖 他姓孔 而就是慢慢的跟他老爸说 就表现这小孩真的是很有智慧啊 很那个你看 这句话现在还在用啊 大人其见 覆巢之下覆有玩卵乎 最后也被抓进去了 所以你担心这干嘛 反正这个鸟巢要是翻了 卵呢 那鸟的蛋一定会破掉 掉到地上一定破掉 没那么好命的 覆巢之下无玩卵 现在的成语是这样来了 就是孔荣的儿子说的 这老小子的爸爸跟儿子 你看做了什么事 你大概都不知道 留下两句话 你大概都知道 历史很诡诀 这人活了一辈子 活了几十岁 然后最后他做了什么 不知道 他讲了什么话 你知道 所以你们将来在历史上 你们会留下什么话呢 留下一句很感人的话 很引发人的话 这是你可以好好想一下 好另外一个呢 是讲口疾 那口疾 我们刚刚讲那个笑话 在那个韩丹纯的笑灵里面 你发现他就耻笑那些笨的人 耻笑那个小气的人 那这些耻笑对象 基本上没有耻笑读书人 有一个读书人呢 就是他出去念书 然后引那个引经据典 都引错的那个 那跟希腊的这些是差不多的 也引那些贪心的人 所以这个笑话 我上次讲过 跟佛教的三读 就是贪 撑 吃 有点近 好 那这个回到这 鄧爱口疾 语称爱爱爱口疾的人 那口疾现在说 有人认为是心理的问题 需要心理的方法来搅置 那靖文王细子曰 清云爱爱 到底是几个爱啊 这个皇上 他的老板这样子问他 这当然都是语气还不错 对曰 凤兮凤兮故事一凤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这是论语里面的话 有时候强化他 主要的目的在于 不是因为口疾 那鄧爱呢 虽然口疾 但是他还蛮机智的 所以这当然是一个 因为呢这个 凤兮凤兮也是一个 这在《论语为子》篇里面有 好 接下来是晋五帝 晋五帝使登座 他刚开始登台上台 就是继承他的父亲的位置的时候 探测得一 就找了一群算命的人来 算命的给他算 那他问什么呢 显然问的是说 我登基以后 我能够统治多久 我才应该是问这个 很多这个开国的人 都希望知道自己能统治多久 我小时候看歌仔戏 好像这个出自 封神演义还是出自什么 就说周朝 周朝那个的祖先 说他能统治多久 结果就帮一个人拉车 拉到了八百多步 说走不动了 他说好 周朝就享受八百多年 歌仔戏也有这样演 我的记忆非常深刻 出自哪本书我不太记得 好 所以探测得一 得到一 我靠这要尴尬了 你统治只有一年 王者世述细持多少 我统治只有一年 这要尴尬 连补的人都尴尬 这要怎么办呢 就需要狗腿知识分子出来拗啊 懂吗 这是拗啊 谁能拗谁又红啊 地季不悦 群臣失色 我靠这要尴尬了 一组一一怎么办呢 结果有一个聪明人 四中裴凯 这叫裴凯的人 禁约 皇上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你得到一好啊 为什么好啊 成文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天跟地 都给你配合 侯王得一以为 天下真 真就是正理 你这次太好了 补的这个字 我靠 结果呢 帝约群臣叹服 我靠太狗腿了 我不知道这个 古代读书人 读到这句话 到底有什么感受 我是觉得 超级狗腿这样 那我还查了一下 一百一十四页 那他引的那段话 是老子里面 第39章 调了什么 神得意以宁啊 古得意以营啊 万物得意以生啊 侯王得意以为天下真 他就从这里 天啊 地啊 侯王 这是一百一十四页 然后这个晋武帝司马炎 是晋朝的创始人 他是二百六十五年 登基当皇帝 二百九十年世事 总共在位二十六年 我觉得他应该把那个算命的 先抓起来给杀了 历来的人都相信算命了 为什么 因为他怎么上台 他都不知道啊 历来的富翁怎么赚钱的 他都不知道啊 所以他对未来 没办法掌握 我怎么就发了呢 奇怪 因为网路上说你这东西好吃啊 那好吃以后你越发你就做的不好 做不好 然后就垮了啊 所以有人坚持不开分店啊 像我上次讲的有一家 在中山北路 明明是鹅肉 讲自己是鸭肉扁 那家没开分店 这个可以不要删掉 因为这是事实 好 那再回到这里来 所以这个测是用占不用的施潮 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是啊 很多人学《易经》 其实为了是要算命啊 不是为了修德啊 我们老师教我们《易经》的时候说 我们教的是文人义 我们不占卜的 我们不占卜的 《易经》里面你要学到那些 如何在最坚困的时候 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 渡过难关的 我们学的是这个 那很多人呢 一听到《易经》 我要学《易经》 我要学《易经》 为什么 因为可以算命 修德很重要啊 我上次说过 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今年开学前 到紫禁城 到颐和园 都碰到导游讲一模一样的话 这话我在台湾也听过 就说啊 人啊一命啊 这影响你的第一个是命啊 二运啊 三风水啊 四修德啊 五读书啊 然后前面是命啊 运啊 风水啊这样 那风水你要怎么办 当然就请风水师傅来啊 为什么不是 第一是修德 第二也是修德 第三也是修德 你买房子 你要问你 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 三个都一样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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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中华文化 不会长久的原因 怎么就想着赚钱 都不想着修德 所以你要做大生意人 最后呢为了成本 然后用了一些 伤害人体的因素 然后最后呢跟你鞠躬道歉 他也没事啊 你有不买他产品吗 你能不买他产品吗 他有四五孔啊 好 他有四五孔比有四九孔好 因为五孔比九孔少四孔 好 这有点冷 快到结束了 一百四页另外一个 满粪这个人 满粪这个人 满粪这个人听起来就很搞笑的名字 粪都满了 不是要请 那个 那个什么 水肥车来嘛 在卫风 他很怕风 这个人 在晋五地座 北窗座流离屏风 石密似书 看起来很 其实很密的 看起来很疏 奋有难色 因为怕风嘛 地孝之奋答曰 沉由无牛 见月而喘 所以叫无牛喘月 也是一个成语的来源 表示你见识太少 所以看到月亮 看到月亮以为是太阳 就喘起来 所以因为困扰或害怕 类似是我产生一句 这个我们平常常用的叫做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 有人说是井绳 一样 叫无牛喘月 比较简单的话是这样 我以前学过这个成语 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看到了 另外渔公 渔公就是渔成庆的渔 所以可能跟他祖先约的关系 常入浮屠 浮屠后来就是翻成这个寺庙 寺院佛寺 有时候又翻成另外一个浮屠 见到卧佛 卧佛到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躺在那 就说哎哟 慈子疲于金粮 就他大概每天要超度人 要把人度到彼岸太累了 金粮是那个度口 所以才躺下来吧 于是以为明言 大部分就说 有意思 不然佛为什么不坐着 大部分的佛像是坐着 然后以眼观鼻 以鼻观心 以心观什么之类的 所以佛的眼睛是往下看的 不往上看 那因为佛像坐很大 所以你站在佛像前面 往上 你觉得佛头在照顾着你 所以那个佛像有这样的意思 好 所以卧佛是这样 疲于金粮 那个《涅槃经》里面有说 这第一个注解 刘孝宝说 如来背痛 于双树间 北手而卧 故后知会徒者为此相 后来有几个 有一个大的大和尚 有名的大和尚 过世的时候 他们就要跟佛陀 握佛的方向是一样 握佛呢 不是心脏这边 心脏这边朝上 不是心脏那边朝下 然后手这样子曲着 曲弓了整只 这样子握着 然后脚呢 要略为弯曲 后来我在看那个 大和尚过世的时候 就说这叫吉祥握 那不是吉祥握代后来名称 原来握佛他有一个标准的姿势 这样 佛陀的那个相 或各种宗教人物的相 都有固定的规格 好 这是批于金粮 为什么握佛 好 另外一个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也是说是中国人大家都会背 文帝呢 这个当然是魏文帝了 魏文帝就是朝批了 文帝常令东阿王 东阿王是谁 就朝职嘛 还会有谁 换了个官鞋 你就不认得他 欺步作诗 不成者要行大法 这不是考 这干嘛呢 不成者罚他钱就好了嘛 应声便为诗曰 这个诗比你知道要长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长 因为小时候只认为有四句 就没想到这很多句 主斗持作更 我小时候不是这样背 隶属以为之 我小时候也不是这样背 没这句 其在府下然 窦在府中弃 本是同更生 相间和太极 最后两句是我小时候背 我终于去查查查查查查 就查到了114页的最后一行 跟那个 说在三国演义的第多少回啊 79回 这我查出来了 不是我看书看到 我没那么厉害啊 有四句短版的 叫做主斗然斗齐 斗在府中弃 本是同更生 相间和太极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这四句 没想到原来是更长的 而且只有最后两句是一样 所以他说 魏文帝听完以后有蚕色 怎么会有蚕色呢 这些人已经狠心当成地步 听完当然是怒色 想说 将来就大家都背着你这首诗 就觉得我是个坏人 不是吗 就像岳飞一样 是中国人 谁敢说岳飞是坏人 以前我连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台大力实习老师 多惨啊 他说岳飞是军阀 在那个时代戒严时期 这个老师不知道 后来就被历史系冷冻了干什么 他的书也被禁了这样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岳飞是军阀 一群人把他那样K到那种 那时候没有湘民 但是还是有正义 还是有那种类似湘民的正义 你讲话不一样 就被K了要死 说岳飞是军阀 我就记得很清楚啊 那时候我想说 怎么会有人有这种想法呢 后来再说 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想法呢 十二道金牌都把它换不回来 为什么他要收集十三章吗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遵从命令 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那你这要教什么 岳飞是好人 秦坏是坏人 我们后来有个老师姓秦 就非常尴尬这样 我们姓秦的呢 后来一直有人想替秦坏犯案这样 所以油甲贵油条 为什么在台语叫油甲贵 就是要把秦坏夫妻 把他给炸了 所以台语的油甲贵 是跟秦坏有关系 我以前学到真的假的 所以你到杭州去 还有那个秦坏的夫妇 两个人有个石像跪在那 然后在岳飞庙前面 去人都吐痰 这不太好吧 中国人一直都吐到今天嘛 前一阵子有人说 这文明的行为 我看到大陆的 文明行为 不应该跟秦坏的像 夫妻的像吐痰了这样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好了那最后一段笑话 不是笑话故事 进明帝年数岁就坐在原地的漆上 坐在他的应该是爸爸的膝盖上 有人从长安来 那原地就问洛洋 落下消息 善然流涕 听了就很难过 明帝问何以置气 这个小孩就说 为什么你哭呢 据东渡一告 哎呀我们当初啊 故乡在那儿 后来就打仗失败 就逃到了这个南方来 是这样 这是魏晋南北朝的故事 听起来跟台湾的故事有点类似 所以以前教魏晋南北朝 教南宋啊都很尴尬 你知道吗 教南明都很尴尬 因为没有一个回去过 那我们都是要反攻大陆啊 你知道吗 这尴尬到不行啊 所以你教那个时候 说我们要光复大陆啊 我们要学南明 南宋 魏晋南北朝 现在当然可以讲啊 以前就完全不能讲 教那几段的时候 尽量就呜呜呜呜就过去了 这样 好啦就说有人 就东渡一 你可以知道 很多人很难过的啊 因为回不了故乡了 因为明帝 好吧 那看这小子 是不是有出息的 如意你来想 长安何如日远 长安跟日日 日日太阳哪个远 看这小子 怎么样 答约太阳比较远 为什么 因为不闻人从日边来 居然可知 你看吧 有人从日头来吗 没有嘛 所以他很远嘛 有人从长安来嘛 说长安近 听起来是小子 有点有点idea 有点物理学概念 好 原地一直 怎么会知道 明日集群臣宴会 第二天就很得意的说 你看我这儿子 你们这样的领导人 不得了开玩笑 聪明的很 然后就问他 希望重演昨天的那一幕 这样 到底长安元还是这个 说今天的答案竟然不一样 说太阳比较近 你昨天不是这样说的 原地失色 哇靠 这下完蛋了 在所有的大臣面前 展现出一个笨的后代 曰 而何故一昨日之言也 你为什么讲的跟昨天不一样啊 答曰 举目见日 不见长安 当然日头比较近 那我眼睛就可以看到他 我看不到长安啊 这句话 如果你literally translate 或literally 这个解释的话 这句话很简单 就是看得到看不到 你如果要metaphorically去解释的话 东进就完了 因为已经看不见长安了 后来是不是说谁的诗啊 李白还谁的诗 长安不见 使人愁啊 回不去了 见不到了 这辈子没希望了 所以中国的诗里面啊 这种语言非常丰富的 你平白平平的看 那就是平平看 你假如要生去看 文字欲也可以这样 你要解释它丰富的意涵 也可以是这样 这诗里面的蕴含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子 好 所以这就是诗说心语里面 我们要说的 下礼拜我们稍微说一下文心雕笼 文心雕笼 真的是一本不好念的书啊 然后里面讲到很多典故啊 连注视人都不太知道 这典故到底对不对啊 那只能猜啊 那很多故事呢 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 所以虽然它的文字呢 比较典雅 可能不是一般现在的人 连不要讲现代的人 连我都看不太懂啊 那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先找白话的翻译来看 或在网络上看怎么样啊 但其中主要是典故 它的重点就是几句话而已 所以这个学期 我不会把文心雕笼 当作是重点这样子 然后相关的注解 我都写在上面了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到底典故是什么 我们就稍微讲一下 那下礼拜就是这样啊 好